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 今天這個全世界瞩目 臺灣二零二零總統大選的投票日 現在開票應該是幾乎完全篤定了 小英總統得到了八百一十六萬多票 得票率是超過百分之五十七 五十七點一 那麼韓國瑜拿到五百五十一萬票 拿到了百分之三十八點六 對頭幾乎不成超過四成 那麼宋楚瑜宋主席得到了六十萬八千票 拿到了百分之四點三 那麼可是跟之前這個大家都很焦慮 感覺韓國瑜應該不至於這樣 那麼到底兩邊的這個策略 這個應該怎麼來分析 怎麼來看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另外有很多地方其實都跌破眼鏡 包括臺中的陳柏惟打敗顏寬恒 包括賴品瑜打敗了這個李永平 包括蘇智芬打敗了張家 那太多了 那所以今天我們要一一來分析 那這個小英總統現在這個正在講話 來我們連線現場 我們還有另外一群年輕人 他們是競選團隊的工作同仁 他們從選戰一開始到現在 總監守在 好 總統蔡英文現在正在競選總部 對這個現場支持者發表勝選感言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每一個工作流程的細節 謝謝你們 你們是這場勝利的幕後英雄 謝謝你們 我也要謝謝我的競選打掌清德 我期待未來四年跟他一起 繼續為臺灣人民來奮鬥 這一次全國競選總部的主委 也就是陪伴我四年的陳建仁副總統 大仁哥 過幾個月 他就要交棒給清德了 我要謝謝陳副總統 四年來做我最堅強的隊友 未來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要拜託你幫忙 臺灣永遠需要你 我還要特別謝謝 蘇貞昌院長領導的行政團隊 在短短的一年時間 我們這個行政團隊 把過去三年打下的基礎 做出了有感的成績 每一次聽蘇貞昌長簡報 就知道說這個政府真的做了好多的事情 這個我們要謝謝 我們在我的第一任期的三位 我們行政院長 我們也要特別謝謝蘇貞昌院長 在我們在前年敗選之後 接下行政團隊的重擔 讓我們可以在一年之內 可以重新再起 我們要謝謝蘇貞昌院長 我們也要謝謝卓主席的領導 我們要謝謝卓主席在困難的時候 承擔那道的重擇大任務 我們要特別謝謝菊姐 她永遠是溫暖的 永遠是溫暖的 永遠是我們的大姐姐 不論是我們在成功的時候 還是我們失敗的時候 我們終是有一個溫暖的大姐姐 陪伴著我們 最後 最後我要特別謝謝那些 沒有投票給我的人 我知道過去這三年多來 各位對蔡英文的表現並不滿意 未來四年 我們會拿出更大的誠意 來獲得各位的認同與信任 我們都是臺灣人 所有的臺灣人都是家人 在這裡 我再次呼籲 我們所有的支持者 今天晚上開始放下對立 擁抱我們的家人 大家說好不好 我也要恭喜所有連任 還有新當選的立法委員 臺灣人民願意再一次支持民進黨 國會過半 民進黨絕對不會辜負臺灣人民的期待 未來四年 我們一定會繼續守護主權 繼續堅持民主 繼續推動改革 把我們曾經承諾的事 一向一向的來施展 我期許 未來的行政跟立法的團隊 一定會用最嚴肅的態度 來看待臺灣人民的過負 我們身上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 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 更周全的照顧 更亮眼的經濟 跟更文堅的改革 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是臺灣人民的聲音 是民主的聲音 全世界都聽到了 我相信對岸也聽到了 我要呼籲對岸 正是這一次臺灣人民的選擇 兩岸雙方都有責任 致力於確保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我也要誠懇地呼籲 北京當局 和平 對等 民主 對話 這八個字 是兩岸重要的啟動良性互動 長久穩定發展的關鍵 也是這樣才能夠使得 兩岸人民能夠拉近距離 互惠互利的唯一途徑 讓大家說對不對 親愛的人民 親愛的臺灣人民 選舉已經結束了 現在是團結的時刻了 明天太陽出來的時候 臺灣的人民一樣的善良 社會一樣的安定 百宮百業一樣的勤奮努力 再一次謝謝我們全體的臺灣人民 今天我們守住的民主自由 每天開始讓我們團結在一起 一起克服所有的挑戰 一起克服所有的困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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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 臺灣 不只有民主 不只有自由 接下來 我們重要的使命就是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要讓全世界都為我們的團結而感動 都為我們中華民國臺灣的成功而感動 大家說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的臺灣總統 蔡英文 我們先祝所有的臺灣人民 把你們的手舉起來 我們大聲喊出 2020 2020 台灣要贏 2020 台灣要贏 我們敬請大聲的喊 團結臺灣 民主勝利 大聲喊出 團結臺灣 民主勝利 團結臺灣 民主勝利 讓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牽著我們所有重要的每一位 向我們所有臺灣人民 勝勝一鞠躬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所有勇敢的臺灣人 讓我們大聲喊 2020 台灣要贏 2020 台灣要贏 我們今天已經贏得勝利 贏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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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謝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 我們告訴了全世界 來得起勇敢的臺灣 謝謝台灣 因為團結 讓我們臺灣 給世界感到驕傲 對不對 我們再次用力 我們可以看到總統這一文是在現場 帶著所有的選務人員 還有自己的副手賴心的 能一起向在場的所有的支持者 來鞠躬出現 特別呢 總統也提到了 未來呢 必須要這個和解台灣 並且呢 就算是沒有投票給他的人 他也非常非常的感謝 總統蔡英文這一次的得票呢 非常的特別 八百多萬票呢 否則呢 超越他上一次的這個票數呢 甚至呢 是成為了中華民國民選史上 有史以來最高票的一次 那這一次也表示說呢 包含在這個香港的世界之下 還有中國不斷的危險的狀況之下 那麼多的年輕人 願意站出來投票 那也讓總統呢 就是過去四年的這個成績呢 獲得了民意的支持 那總統呢 這個現在呢 正在跟這個所有的這個指示者 到現之後呢 就會離去 總統並且呼籲大家一定要樂盡 免錢呢 而且才會有更好的臺灣未來 那以上是紀生總部這邊的這期信息 好 那麼這個是小英總統 既開國際記者會之後 那麼到這個支持群眾的現場 跟大家講話 那支持群眾 說實在 那時候說實在是太高興了 這個今天晚上恐怕現在還不會回家 還不會擅長 恐怕還要再去慶功一下 去慶祝一下 那麼不過這個晚了 大家應該回家休息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的是韓國瑜 韓市長 他今天也發表了他的敗選感言 那麼他怎麼說呢 來 我們這個交給現場 各位現場 熱情支持國瑜跟上陣的所有的好朋友 謝謝電視機 網路前面所有的好朋友 謝謝在海外 這次沒有辦法回到臺灣投票的所有的海外 以及各地的台商 各位好朋友 非常感謝大家 非常感謝一年多來 一路的相親 我要先跟大家報告 我非常有榮幸 能夠跟我們前行政院院長張山正張院長 一起來搭檔參與這次總統副總統的大選 是我畢生的榮幸 我跟張院長 向大家深深地一舉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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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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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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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盡請大家 稍微冷靜一下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非常的激動 我也知道 海內外非常多朋友現在心情都非常的激動 但是請大家務必冷靜一下 聽我跟大家簡短惡藥的報告 剛才我已經打電話給蔡英文總統 跟大家祝賀 他獲得臺灣人民最新的授權 未來四年 再 謝謝 請大家冷靜 我跟大家報告完畢 謝謝大家 請大家務必冷靜 我要講一些心裡的話 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忙 支持跟愛護鼓勵 非常感謝 但是臺灣最寶貴的民主自由法治 是我們古上的珍寶 既然中華民國的國民 大家做出了決定 我們身為參選人 我們一定服從選舉的結果 非常感謝大家 我只能說我個人努力不夠 辜負大家對我的期待 要拜託 再一次拜託大家 也要跟所有各位現場的所有的好朋友 以及我們所有中華民國國民 一起來共同勉勵的事 無論如何 明天起來 我們還是希望 見到一個團結的臺灣 不管各行各業 不管山邊海角 我們人人在自己崗位上 努力奮發 全世界最愛臺灣的 就是我們臺灣人 我們自己一定要努力的往前打拼 世界不會等待臺灣 我們自己要自立自強 也在這裡 要呼籲蔡英文總統 未來獲得新的執政 四年的授權 能夠真正一心一意 為臺灣人民開創 幸福快樂 安居樂業的好日子 我想 這是我們參與民主 我們應該有的兄弟跟氣度 在這裡除了祝福他之外 也要期免他 我相信這也是廣大臺灣人民 大家共同的期待 能夠過一個安居樂業的好日子 的確大家 有一段時間過得很辛苦 期待了未來 臺灣會更棒 更美好 各位好朋友 各位兄弟姐妹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星期一 我可以繼續 回到市政府上班 農曆年要到了 必須要抓緊高雄市的自安工作 物價的工作 還有各個觀光風景區的環境工作 等等 我要繼續去執行我肩膀上的 責任 在這裡再一次感謝 所有愛護的好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來為臺灣加油 為中華民國加油 祝福大家 再次感謝 謝謝 好 那麼這個是韓國瑜市長 那他也這個取消了國際記者會 那麼今天我們邀請到的來賓 有這個資深的媒體人王瑞德 洪一好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學的教授 范思篇 環老師 洪一哥好 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臺北市議員 秦慧朱秦議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呢 也是媒體人中聯晃 洪一好大家好 也是媒體人上義夫 大家好 以及恭喜新科的立委 是民眾黨不分區的立委 高鴻安高委員 大家好 高委員應該是屬於 比較屬於郭系 現在是民眾黨議員 民眾黨 是是不要害他被開除黨 好 我們要講實話 OK 那跟大家報告 所以想我要先恭喜這個臺灣人 也感謝臺灣人 所有朋友 因為臺灣 今天經歷過一場非常平安 非常順利的一場這個總統大選 沒有發生太了不起的這個事端 那同時臺灣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那麼今天最後的結果 臺灣總共有一萬七千兩百二十六百的票票 已經都開出來了 那這個宋楚瑜 他是一號 得到了六十萬八千五百九十票 拿到了四點二五趴的選票 那韓國瑜跟張三政呢 那韓國瑜跟張三政呢 是拿到了五百五十二萬兩千票 那麼得到三十八點六一的選票 那得票率是百分之五十七點一三 這個是最後的一個結果 那麼我先請教一下年方 因為一月九號 凱達哥蘭大道是百萬庶民 對 那10月你高雄號稱有五十萬 可是最後表現出來的結果 連四成都沒有 你覺得為什麼 就是因為之前人數都灌水 碰風碰太多 我們都知道一月九號那個 開到不可能有一百萬 那事實上一月十號 也就是昨天選前之夜 開到其實人比一月九號還多 那今天這個選舉的結果 其實我們回到最初的民調 那現在可以講民調了 其實在我們 我先講封關前的好了 封關前的民調 大概差不多做出來 蔡英文大概就是領先韓國瑜 大概在二十趴左右 扣除掉一些很極端的 說領先到三十幾趴 就一般來講 平均大概領先在二十趴左右 那跟今天開票結果其實差不多 大概也差二十趴左右 那在封關後 其實陸續有做民調 那看到的也差不多就是這個數字 也差不多就是這個數字 所以說韓國瑜這個 所謂的民調蓋牌這一招 顯然是沒什麼用 因為畢竟民調這個是幾十年的科學 還是他有值得相信的地方 所以以後的候選人請也不用再用這種招了 就是民調蓋牌是沒有用的 第二就是說 今天看起來五十七點一 三十八點六 差不多二十趴左右 差距是十八點五二 十八點五二 所以其實跟民調其實差不多 沒有沒有差很多 那再來再來第二項 就是說為什麼他的選票只拿到三十八 其實你就得票率來講 他是比朱立倫有多 然後選票數也比朱立倫上一屆多 那他事實上是超過上一屆的朱立倫 但是其實這個我看起來這三十八 趴的選票 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國民黨的 在臺灣總統選舉的一個基本盤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這些可能就是所謂的討厭民進黨 或是不信任民進黨的人 他把選票選擇投給了韓國瑜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在選舉過程裡面 我們一直也在討論 就韓國瑜對於他的同溫層 是有非常高的凝聚力跟號召力 但是他沒辦法擴散 所以他選票就會被局限在這裡 那今天有這個選舉結果 兩件事情讓我覺得很意外 第一個是蔡英文得票 竟然可以到八百一十七萬票 這我真的蠻意外的 那我沒有想到 突破了馬英九七百六十五萬票 對 而且突破很多 這個紀錄大概短期間之內很難被打破 因為你要有這麼高的投票率 再加上你的得票率 事實上他的得票率其實跟上一次差不多 比上一次比較好一點 上一次好像五十六 五十六 這次是五十七 對 所以多了大概一趴 有得票率有增加 那選票數因為投票率高的會成長很多 這是第一個意外 第二個意外是國民黨 政黨票竟然可以拿到三十三趴 有吳施懷 對 這個 這個我還蠻意外的 也就是說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就是說 先談蔡英文的得票數 就有更多的臺灣人 就是說有比上一屆更多的臺灣的選民 特別我相信是首頭主 願意把未來的四年託付給蔡英文 那這個是蔡英文得票數 可以增加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國民黨的政黨票會得這麼高 這個可能跌破很多人之前 預估的評估 因為之前預估大概 國民黨大概了不起實習 結果他今天拿的是跟民進黨一樣多 那即使有吳施懷 即使有葉玉蘭 這個曾經一度讓國民黨很頭痛的人 但是呢 他的政黨得票數還是這麼高 那也代表說有三十三趴的政黨票 這些選民他是 就是藍的鐵票 可是你如果把整體全部的政黨票 拿出來分析的話 臺灣的政治板塊到今天的投票結果出來 已經很確認了 就是以泛藍跟泛率來看 泛率是大於泛藍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用政治上的語言來講 就是說堅持臺灣本體 主體捍衛臺灣主權 這個是臺灣現在的主流民意 而且我認為這個主流民意 將來只會越來越多 那不管你是這個支持九二共識的 或是其他更極端的支持統一的 那個他只會 將來只會越來越少 所以這個政治板塊已經很確認 就大約上民進黨加上激進黨 加上時代力量 再加上綠黨 這些泛綠的整體的政黨得票 是遠大於泛藍 那所以呈現出來結果是因為這邊比較多小黨在分票 所以呈現出來結果是民進黨政黨票 跟國民黨其實差不多賠償 差一點點 但是綠的遠大於藍 這個政治板塊是已經確認 這個對於臺灣將來所有的政黨跟政治人物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的指標 也就是說臺灣的主流民意是在這個地方 那你如果選錯主流民意 或是說你要跟主流民意對抗的話 你將來支持度只會越來越低 尤其這次你看這次台北市 就等於是民進黨是三加一 對 這是民進黨在單一選區來的 加一就是加Freddy 五黨籍嘛 這是民進黨從 吳思瑤加何志偉 加上這個高嘉瑜 對 許舒華 其實差一點點 八席裡面占四席 對 就等於是剛好一半 這是臺北市向來被國民黨 視為是他們的鐵票區 本來是喊說八席要全上的 八千過海的 結果沒想要只過了一半 這個趨勢 這個趨勢將來 我認為國民黨的趨勢 如果國民黨沒有再交棒給年輕世代 這個趨勢將來只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臺北市的人口結構在六都裡面 是平均年齡最大的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還能保住世襲 如果說臺北市人口結構 年輕人再多一點的話 我認為國民黨這次在臺北市 世襲恐怕都有問題 OK 好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剛剛這個年方講的政黨票 那因為可能開到現在才有辦法做一個 最後的肯定 這個剛剛年方講到泛綠跟泛藍 其實統促黨應該是算泛藍 算紅吧 親民黨三點六六 他可以拿到政黨補助 但是他沒有沒有不分區 沒有不分區 那麼安定力量是對不起 這個是激進激進黨是三點一五 所以他也可以拿到政黨補助 但是他沒有辦法有得到不分區 激進可能沒有政黨補助 政黨補助要三點五才有 三點五才有 後來修法降到三了 那就恭喜了 三點五嘛 三點五 你也看這樣 一年就千幾萬了 對啊 對小黨很多錢 幫助很大 時代力量拿到七點七五 一百零九萬票 七點七五 那新黨拿到了一點零四喜樂島零點二零 我為什麼要把他勾起來 勾起來就比較綠的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是中國國民黨是拿到三十三點三五 一邊一國是拿到一點零一 旁邊的一邊一國 那麼另外是綠黨 綠黨不差呢 綠黨拿到二點四一 王浩宇已經宣布退出綠黨 為什麼 他說綠黨連三趴的補助的門檻都沒有到 所以他就是宣布退出綠黨 他黨主席怎麼可以 他是辭掉中執委 他是中執委 OK 好 那另外是民主進步黨 拿到了三十三點九 剛剛年旺講 國民黨三十三點三 那民進黨三十三點九 就兩邊其實差不多都拿到十三席的不分區 另外是這個柯文哲的臺灣民眾黨 拿到了十一點二 拿到了一百五十八萬八千票 其實這個不可小看 對 就柯文哲拿到了一百五十八萬八千票 十一點二 拿到了五席的不分區立委 另外臺連 以前的臺連現在只剩下零點三五 那因為這個秦議員等一下要先離開 秦議員今天開座的票數會不會讓你覺得意外 我個人覺得無意外 但是非常多的藍軍 韓粉大為意外 因為就像趙少康說的 這一次很詭訣 藍軍的支持者都相信藍軍會贏 韓國瑜會當選 綠軍相信蔡英文會當選 那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就是讓很多的韓粉很傷心 但是如果我們冷靜的事前去評估 而且我們相信民調的人不會覺得意外 像昨天我們跟這個馬英九 王金平一起幫費洪泰去掃街 中午大家就在一個里長辦公室吃飯 王金平當然借故就說有事先走了 因為畢竟他要坐下來跟馬英九吃飯還是有點乾燥 食不下夜 那大家在談的時候 誰會跟誰先打招呼 大家在談的時候 馬英九就提到說 他在宣傳車上跟王金平討論到 國民黨的立委可不可以過半 他們兩個共同都覺得不會過半 那這次我就悄悄地問旁邊其他的我們民意代表 我說如果立法委員 國民黨不能過半 那韓國瑜可以過半嗎 那有一些支持韓國瑜的人就說 韓國瑜他有一些票 不是來自於國民黨 是他的一些這個基層票 所以有可能韓國瑜還是可以過半 那今天早上我們看韓國瑜先 你們那個聚餐有幾個人 大概就是七八個吧 七八七八個 七八個有多少人認為韓國瑜會過半 呃 呃就是幾個比較挺韓的民意代表 因為我們大家吃飯吃在一個里長辦公室 辦公室裡面擺一個 擺一個這個簡餐吃飯 他們都不看民調嗎 然後我看今天早上這個韓國瑜去投票的時候 他的臉色呢是很凝重很嚴肅的 而且媒體採訪他他也沒有回答 我看了電視之後我就跟我先生說韓國瑜輸了 因為我知道雖然民調封關 但是各政黨都有在做 他們昨天晚上回去一定有看 對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民調韓國瑜是多少 我們的這個 這個差一個話我據說 一個很挺他的報紙老闆 說很選前還很生氣說 我們這麼挺你 結果民調你還輸輸那麼多 這個民調是操縱在所有的選民的手上 所以我覺得說這樣一個大趨勢 國民黨內部的這個高層人員 或者是還能夠看到一些國民黨內部民調的人 其實心裡有數 但是我也不同意剛剛黏晃說 藍綠結構現在已經是綠大 六比四 而且不會改變 我們回想一下 二零一八十一月二十四號 國民黨大贏十五個縣市首長 對 到今天不過一年一個半月 對 才一年 那我們一年一個半月前 大贏十五個縣市首長 但是今天我們大輸十六個縣市 只贏了六個縣市 那為什麼那時候一年前 我們的版圖呢 是藍大於綠 一年後是綠大於藍 這表示這個當中是他有他可變動性 所以這個結構我不認為說 將來永遠就固化 選舉的對象不一樣 縣市長比較不牽涉到藍綠的認同的問題 我覺得他不可能永遠固化 就這樣子好像藍軍就一蹺不振 我們看看現在的結構 你看韓國瑜拿了三十八點六一 如果加上宋楚瑜 還投給宋楚瑜那些基本上是偏藍的 四點三加起來是四十二點九一 將近四十三趴 這個四十三趴應該是藍軍的盤 換句話說藍綠各有基本盤 將近四成 這個結構是穩定的 那中間那兩成呢 叫做中間選民 他可投藍可投綠 就看你推出來的候選人以及你的政策 那我覺得去年是討厭民進黨的氛圍這個遍布 所以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 或者中間選民把票投給藍軍 那今年有兩個因素 我們今天大家坦誠講 就是討厭韓國瑜跟反送中的影響 討厭共產黨 那我們看國民黨有幾次輸得很慘 一次就是太陽花 一次就是反送中 那這兩個大的這個主題 其實都牽扯到跟這個大陸 中國大陸之間的互動 特別是當有一些重大事件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之後做一些選舉的檢討 可能一定要注意到就是說 當中國因素強大到 讓我們有壓力的時候 大家是希望國民黨能夠硬起來 我個人覺得國民黨感應起來嗎 當然應該 而且絕對敢 比方說在這次反送中這個議題當中 情議員不好意思 我一定要先打斷一下 因為我要先進個廣告好不好 那麼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 因為國民黨在選後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吳敦毅包括曾永泉包括郝龍斌 副主席秘書長主席全部都辭了 那麼接下來國民黨是處在權力的真空狀態下 那麼誰會去填補誰會去接棒 國民黨如何改革 等一下我們會討論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歡迎繼續收看政治道了 那麼國民黨今天的吳敦毅主席 郝龍斌以及曾永泉秘書長全部請辭 那郝龍斌今天他發表了他的看法 他說這次的選舉結果韓國瑜是非戰之罪 不能怪韓國瑜 那麼他說我們的黨還有什麼路可以走呢 除了打掉重練還有其他的方法嗎 打掉重練喔 房子都聽到 電器 他說革新我們必須要革新要團結 必須從領導中心開始領導中心 團結必須從撼動內心開始 領導中心是全黨團結整合的中心 絕不能是分歧的來源 所以本黨要重現曙光 重新凝聚自治者向心力跟人民的支持 領導中心的角色必須明確化 領導中心 擴然大功 是黨改造核心中的核心 擴然大功的意思是說要講白 現在你不說白 他說這是重中之重 好 那麼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討論 國民黨的領導中心未來會是誰 國民黨真的有辦法改革嗎 來我們現在把現場連線給這個 在國民黨黨中央的吳敦義 好的 我們現在的位置 是在國民黨的中央 不過在現場真的可以感覺上氣氛 是相當的低迷 甚至有不少聚取者是哭了 原因就是因為韓國瑜真的是慘敗 這次輸的真的是有點顏面無光 因為蔡英文的得票數 甚至已經破了馬英九在二零零八年的紀錄 超過了八百萬票 因此就在深早九點鐘的時候 黨主席吳敦義也率領所有的一級主管 出面跟大家鞠躬盜竊 我們先來看一下當時畫面 其實就在黨內也有需要吳敦義 黨主席負責這樣子的一個聲音 那不只如此 吳敦義剛剛在現場記者會的時候 是已經先鞠躬道歉 也表明要帶領所有的一級主管 在週一的時候向中常會提出總辭 但問題是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外頭 有很多的支持者 有些人的心情是很悲憤 有些人心情是很難過 不過也有人大喊著說要吳敦義下臺 甚至要拱韓國瑜出來選黨主席的聲音 那麼今天現場的支持者 其實有超過了上百人 有一些人情緒是比較激動的 因為可能這樣子的結果 讓很多來贏的支持者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不只在總統的這個時候 票數輸的還蠻多的 而在立委的席次部分 真的也是差很多 可能跟預想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國民黨的支持者來說 也喊出了希望有一些改革的聲音 但就不知道國民黨中央 有沒有聽到民眾的聲音 那未來可以做出什麼樣子的改變 我們也會持續為大家掌握 以上是我們在現場推進情況 把鏡頭插發給棚內 好 那麼因為秦議員等一下會先離開 那麼郝龍斌說郭敏仲一定愛打掉重練 這個領導中心接下來要這個團結跟革新 那我想請教一下秦議員 你說你有兩個大膽的這個建議是吧 對 兩個大膽的建議就是 第一個 吳敦義主席率重要主管向中常會請辭 拜託中常會 絕不可以未留 不要又說通通未留 然後大家做做樣子 演一場戲 對 這樣人家會更看不起國民黨 第二個 拜託這個韓國 絕對不要出來參選黨主席 為什麼 如果說他出來參選黨主席 或者他的韓粉會支持他 他會選上 但是他一定會被罷免 所以我覺得說這兩個我的呼籲 第一個 吳敦義絕對不可以被未留 第二 韓國瑜絕對不要再來參選黨主席 幹好你的高雄市長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國民黨已經輸到這樣的地步 大家真的要把他打掉重練 重新開始 是 那其實這一次 我們 那你有沒有期目中建議的黨主席 我覺得我沒有要支持誰 但是看誰出來 然後提出一個新的方向給大家 那其實我們這個不分區的立委 選上十三席 比上一次選上十一席還多兩席 但是再跟上一次比就是二零一二比又差了很多 所以我們不能說跟上一次比 我們要跟過去自己比較有這個底氣 更多選票所來比 那我覺得現在的中常會 常常會揣摩上億 好像黨主席大家講什麼意見呢 中常會就去附和 所以這也是郭台銘罵說國民黨的中常會 好像萬年中常會沒有一個這個好像跟人民站在一起 瞭解 所以我覺得說吳敦義主席 他如果他接受未留呢 你會怎樣 他接受未留的話 我覺得太難看了 那恐怕大家是非常非常失望的 就是說我們大家總辭 然後又未留 通通又回到原位置去 那我覺得這個國民黨 那如果韓國瑜選主席呢 韓國瑜選主席 我覺得會害了國民黨 因為韓國瑜選黨主席 他一定會選上 坦白講 他的韓粉在國民黨裡面是年重度很高 這個人力很多的 可是我覺得韓國瑜現在要回去做好高雄市長的工作 不要再腳踏兩條船 好我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國雄韓國瑜的得票率有多糟糕 做一年的市長結果幾年變這樣 不過我跟大家報告 剛剛今天的投票率已經出來了 中選會七十四點九趴 他有七十五 幾乎是七十五 有史以來可能最很接近最高的 那義父兄你怎麼看 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 結果是蠻意外的 我知道韓國瑜 我估韓國瑜會輸啦 但是輸到大概兩百萬以下 大概一百五十萬以上 所以輸成這樣 我也是蠻意外的 更意外的是立委可以選成這樣 國民黨的立委 選得那麼好 怎麼差啊 很多老將都掉了 非常可惜 立委這一部分 我是覺得更讓我意外 因為總統大概估也是會輸了嘛 結果立委只選到 三十八席 甚至於說有一些選區 像就像那個陳柏惟跟 顏寬恒的選區 賴品瑜跟李永平的選區 還有那個省智慧那個選區 方敬成 對 甚至於連 高嘉瑜贏李彥秀 彰化的入港 彰化的入港 那像這幾個選區 我是蠻訝異 就是國民黨為什麼會選成這樣 一敗塗地 我覺得固然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 他是跟總統的選區連 選舉是連動 你會發現跟韓國瑜年著度高的 對 都很慘 韓信 對 沒錯 沒錯 年著度很高的都很慘 韓家軍全垮了 陳學勝也垮了 第二個就是什麼 沈志惠也垮 沈志惠也垮 對 第二個就是民進黨所提的 所有的比較年輕人 比較年輕的年輕人 全部都威脅到國民黨的老將 即使沒有贏也都逼得很近 對 即使沒有贏都逼得很近 所以這代表中間選民在這一次選舉的想念是什麼 他的想念是什麼 包括年輕選票的想念是什麼 其實第一個就是我覺得國民黨已經無法掌握社會的氛圍 他是跟社會氛圍是脫軌的 第二個我覺得尤其是他們在堅持的兩岸的論述上面 是跟這個社會的認知是不吻合的 不吻合的 有很嚴重的落差 那我覺得第三個就是你的世代化你的年輕化 事實上已經從民進黨反正可以看得到 國民黨的領導世代已經二十年了 就你注意看國民黨的領導世代 這一個世代其實掌握了國民黨的領導權已經將近二十年了 這二十年已經把國民黨完全是脫離了下一個世代 他已經嚴格說國民黨在這次選舉是沒有下一個世代的票 他已經是失去了下一個世代 如果他失去了下一個世代 那國民黨要在二零二四 不管乃至於二零二零要再 要再站回來的話很難 而且我必須說 二零二四年站回來很難啊 對啊我覺得都很難了 然後我就說當然就是說你剛才談到說好像韓國瑜的票數有增加 習次沒減少 政黨票好像增加 但是在定義上面 國民黨毫無疑問是慘敗而大敗 為什麼說我這樣說 你必須要把二零一八年看回來 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一八年 再從二零一八年看到二零二零年 你從二零一八年來看二零二零年 毫無疑問是絕對的慘敗 所以你中間還有一個過度的一個縣市長選舉 你不能把縣市長選舉拿掉 拿二零一八跟二零二零跟二零一六 好像習次也沒有什麼 但是你中間歷經過一次人民這樣的力挺 像15席的縣市長 然後你今天二零二零選這樣 他毫無疑問是大敗 不要忘記二零一八人民 怎麼去支持國民黨 而現在人民是怎麼厭惡國民黨 對 這當然是個大敗 絕對不是從二零二零跟二零一六的 習次得票去對比 好像中間這一層人民這麼熱烈的支持 你把它拿掉忘掉 如果你把它擺回來的話 對 這個得票率簡直就告訴你 國民黨實在是敗得慘不忍睹 是 洪安呢 洪安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差距 就是說蔡涵的差距 謝謝 謝謝 就是蔡涵的差距 其實我個人是不太意外 我意外的部分 是這個投票率的部分 因為差距其實我在封關那一天 其實就已經有就是直接在節目上面公開預估 就是說差距的部分大概是十八點六趴 那現在出來是十八點五 其實是千分之一以內的一個誤差的範圍 但是這個投票率的部分衝到這個七十五趴 這是一個非常 我想應該很少人可以相信說 今年這個投票率可以到七十六趴這麼高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四點九 那今天蔡英文的得票數 現在目前只是已經創下 就是目前是臺灣選舉史上最高 對 那已經是達到了八百一十七萬 那我也覺得說這個八百一十七萬 應該後面也不太會有人能夠突破 因為現在還少紙化 所以你要想像是那個投票的人數 然後再加上這個投票率新高 我想他可能會變成史上 目前看起來應該 接下來應該很難有人突破到八百一十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真的是真的是非常誇張的一個得票數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第三政黨的候選人 在這一次我們看到的 不管是區域立委的部分 其實第三政黨候選人的得票數 都真的是偏 非常非常的低 你可以看到其實現在這個選舉來講 以區域立委來講 他已經變成是一個藍綠的世界 他沒有辦法在第三的政黨來講 第三政黨候選人 是非常非常困難去突圍 因為這個選舉選到最後 其實藍綠都把他拉回兩個大議題 一個就是國族的認同感 一個呢就是世代的對決 所以這兩個議題在第三政黨的候選人來講 他們是很難去訴求或者論述 這樣子兩大議題 所以最後看到就是其實就是完全 我們民眾黨的區域立委候選人 就是全軍覆沒 而且他的得票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這個讓我打斷你一下 那你等一下會再多帶一點時間 等一下我再來請教你 這個郭台銘先生 宋楚瑜主席 還有柯文哲市長 你是怎麼看待他們的未來的 好不好 等一下繼續請教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那麼在這個階段我們還邀請到這個自身的媒體人黃創夏 大家好 好 那剛剛請教洪安 洪安 這個你怎麼看這個郭董 就講沒關係啊 我覺得重重還是觀眾對你講的話 覺得有沒有道理嘛 是 是 我怎麼看 其實今天我自己站在民眾黨 有沒有跟你講什麼這個選候 選候選候其實還好 選候的話目前還沒有機會 跟他碰到面 因為就馬上趕來錄政治道的節目 但是選前的話其實到一直到昨天晚上 我們都還有就是通電話 那他是表達是說 既然他有推薦我到民眾黨 那就是前面有幾天有紛紛擾擾的事情 叫我就是說不要有壓力 還是在民眾黨好好的努力 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他有通到 就是昨天有講到的部分 對 那今天的話 當然看到這樣的結果 其實我自己也是稍微心頭有點痠 怎麼說 對 因為因為我也是就是跟著郭董 就是從前面四月開始 然後一直就是努力到現在 那看著他其實他做任何事情 他都是非常的努力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當然可能政治 真的是政治或選舉的操作 真的是很複雜 他真的是沒有一個好的 我們真的就是沒有好的操送 他就挺宋楚瑜只拿到六十萬票 對他會不會滿傷的 我當然覺得這個這個當然是因為就是他 畢竟是站在宋楚瑜這一邊 所以當然我會覺得說可能在就是外界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挺他就是不夠力或什麼 但是我也要講說 其實他他全力開始就是說 幫助宋楚瑜的這件事情 可能也大概只有兩個禮拜以內 那所以確實說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老前輩就會跟我講說怎麼 如果他確定就是要挺宋楚瑜 應該在更早的時候 就要開始把就是這句話喊出來 就是不管是說 太完喊了 對 那這個時間點的操作上來講 確實是很晚 我先進個廣告 好 那麼在這個階段 我們還邀請到這個資深的媒體人黃創下 大家好 好 那剛剛請教洪安 洪安這個 你怎麼看這個郭董 就講沒關係啊 我覺得重重還是觀眾對你講的話 覺得有沒有道理 是 是 我怎麼看喔 其實今天我自己站在民眾黨 有沒有跟你講什麼 這個選候 選候 選候其實還好 選候的話目前還沒有機會 跟他碰到面 因為就馬上趕來錄正知道了 節目這樣 謝謝 但是選前的話 其實到一直到昨天晚上 我們都還有就是通電話 那他是表達是說 既然他有推薦我到民眾黨 那就是前面有幾天有紛紛擾擾的事情 叫我就是說不要有壓力 還是在民眾黨好好的努力 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他有通道 就是昨天有講到的部分 對 那今天的話 當然看到這樣的結果 其實我自己也是稍微心頭有點痠 怎麼說 對 因為因為我也是就是跟著郭董 就是從前面四月開始 然後一直就是努力到現在 那看著他其實他做任何事情 他都是非常的努力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當然可能政治真的是 政治或選舉的操作 真的是很複雜 他真的是沒有一個好的 我們真的就是沒有好的超盤手 他就挺宋楚瑜 宋楚瑜只拿到六十萬票 對他會不會蠻髒的 我當然覺得這個 這個當然是因為就是他 畢竟是站在宋楚瑜這一邊 所以當然我會覺得說 可能在就是外界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挺他就是不夠力或什麼 但是我也要講就是說 其實他他權力開始就是說 幫助宋楚瑜的這件事情 可能也大概只有兩個禮拜以內 那所以確實說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老前輩 就會跟我講說怎麼 如果他確定就是要挺宋楚瑜 應該在更早的時候 就要開始把就是這句話喊出來 就是不管是說 對 那這個時間點的操作上來講 確實是很我先進個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看政治到了 那麼今天我們剛剛有給大家看民眾黨拿到了五席 包括蔡壁如都會成為不分區的新科立委 這個再請教一下洪安民眾黨你覺得表現怎麼樣 我其實覺得民眾黨就是當然一如我之前預估的就是做四萬五 所以之前其實在封關那一天 我在民眾黨記者會有喊出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是搶救蔡壁如 那現在呢既然搶救成功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第一步 因為過去我們看到就是說藍綠呢 可能在比如說支持者的部分 支持者的光譜 大概都各有大概三成到三成五的空間 那剩下的其實就是所謂的在中間的選民 那中間選民裡面呢 可能又有三分之二 是屬於那種政治無感 政治不表態 所以很多的其他的小黨 往往都是在爭取可能大概十到十五趴 這樣的一個很窄小的空間 那這一次我看到民眾黨 其實成立了大概四五個月以來 他就有辦法去爭取到一個十一趴這樣的好成績 其實我自己看到我是蠻為民眾黨開心的 所以今天在開票的這個最後的一個場合上來講 其實民眾黨大家都會覺得 這是我們的第一場勝利 不過我還蠻佩服柯文哲 柯文哲在即將選舉的時候 他有講過說 時代力量應該會成為不關鍵的小黨 現在看起來如果兩邊都沒有過半 他就變成關鍵小黨 可是看起來這個民進黨是過半的 所以他就沒有那麼關鍵 那麼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今天有LINE給高鐵的董事長 他跟我說 昨天的這個高鐵的運量是二十九萬九千多人 最高 不是最高 他說最高是去年 光去年的中秋節就有三十一萬 但是這已經是歷年第五高 但是南下的是歷史上 他有分南下跟北上 南下跟北上 南下是有史以來最高 對 南下十八萬 年輕人最高的 以前高鐵你搭到台 你如果在臺北沒有座位 你搭到臺中基本上會有位置 對 昨天的情況是搭到臺中 不只沒位置上來更多人 瞭解 全部都回南部 是是 那麼這個 這也告訴我們就是說 為什麼投票率有這麼高 七十四點九 很可能這裡面 年輕人的投票率是非常高的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進一步的數據 那麼跟大家報告 這是最底定了 二零一 二零二零年 國民黨拿到了三十八席 比二零一六年多了三席 三十八席 上次是三十五席 民進黨上次六十八 這次六十一 掉了七席 時代力量呢 這個上次五席 現在剩三席 掉了兩席 民眾黨上次應該還沒有成立 那現在是拿到五席 臺灣基進黨陳柏惟一席 五黨籍 這一個拿 五黨籍有五席 可是民進黨應該是真正算 應該有六十三席 因為Freddy是五黨籍 算入民進黨 再加上陳柏惟一席 所以民進黨實際上六十三席 那麼五十七 趙鎮宇 所以應該是六十四席 六十四席 六十四席 換句話說 民進黨其實可以單獨過半 因為過半只要五十七席 那我覺得今天最值得討論的選區之一 就是陳柏惟 陳柏惟竟然打敗 竟然打敗家裡龐大的炎家 我們這個標哥 那為什麼會變這樣 他是五黨籍 他不是他是基進黨 他又是這個 這個 在那邊又沒有經營過 又是個年輕人沒有資源 為什麼有辦法這樣空降部隊 來我們連線給這個陳柏惟的現場 好這是在台中第二選區陳柏惟的現場 其實剛台呢 他已經宣布了奢選感言 那麼他這一次得票呢 是贏過了這個海線的 稱霸海線的岩寬恆 贏了大約三千票左右 那麼現在現場的全場寬恆 那麼在稍早呢 其實在奢選感言的時候 這個陳柏惟也自己自嘲了說 最大泡灰淹沒了蕭波快喔 不過不要挑釁嘲諷喔 也呼籲他的支持者要理性看待 那麼稍早呢 他上選感言之間 有提到的說 這個要對顏格格說幾句話 我們來聽一下他說什麼 欸 我想像這樣 跟大家討論一件事 大家唯一都說啦 開心一站就好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 需要立法 手牽手 共同來搭討 這條生理 不是我個人的生理 是在座每個人 以及台灣民主的生理 六個三一八 那個時候 人家說是出關播種 那現在 民主已然發芽 感謝大家參與這條 政策的民主力數 好嗎 好 好 那麼現在呢 全場寬騰喔 全部的人都舉起了這個旗子喔 這拼命的揮寒喔 那麼其實在台中第二選區 長久以來都是嚴加的勢力範圍喔 那麼這一次呢 陳柏惟打破了這個 規範翻轉的海線 那麼他是從高雄過來的 那麼外地派打敗了這個本土派喔 那麼在這個254個票軌當中 拿下了非常多的票軌喔 那麼贏了三千多票這樣子的差距 那麼現場支持者非常的熱烈 歡迎他喔 最新狀況出來鏡頭 交換頭貝 3Q 3Q竟然贏 不然你怎麼說 3Q還沒有贏的時候 把我們給嚇了一大跳 因為整個開票過程 你知道嗎 從幾千票開始 3Q竟然開始贏 那麼嚴寬恆幾百票幾百票幾百票 我們那時候想說 這個嚴寬恆應該票還沒有開出來 結果沒想到說從幾千票上萬票 一直贏到後來他竟然贏了 那麼3Q哥這個會贏 那凸顯出一個現象 改變 我覺得臺中人想改變 那麼這一塊過去如果在傳統的這個情況之下 你很難打他 那你要知道民進黨已經打了 打跟嚴家長打了幾次 幾乎都很難打很難打贏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地方有多贏 彪哥是正南宮 對 沒有錯 他們女兒30歲而已就做台中 是議會副議長 不過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今年最大黨討厭國瑜黨 誰跟這個韓國瑜那個靠最近 派系如果把後山那個不要提的話 那麼在西部這邊 不就台中的嚴親標嗎 然後呢 你忘了 雲林也掛 雲林也掛 張家俊 對 台中嚴親標是 他最最 連得最緊 為什麼一二二一的時候 高雄那一場 他也去 你知道嗎 所以他也掛 雲林也掛 張家俊也掛 小景田也掛 然後陳學勝也掛 然後沈志惠也掛 然後只要跟他弄在一起的幾乎都掛 那現在可以說可以這個證明嗎 選前我們分析啊 很多人趕快把國民黨趕快把 跟那個韓國瑜一起的砍棒撤下來 那是有道理的 你知道嗎 如果不撤的話 可能很多人都會掛掉 那麼此意影響啊 那非同小可 為什麼呢 沒有攻不下的堡壘 所以呢 當3Q哥攻進去了以後 你知道那代表著 本來地方派系 台中地方派系啊 在這個地方 黑派他們這個地方應該是很穩如泰山啊 就連他都打下來了 打下來以後 另外你不要忘記 新北的賴品瑜喔 他們幾乎是在同時間 差不多幾個月的時間而已 賴品也可以把他打掛 而且呢 還有這個時代力量 當那個在這個 本來黃國昌的選舉 系指啊 瑞芳提出他們的候選人 所以呢 除此之外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那麼其實韓國瑜 我看了一下 我統計了上一次2016年 跟這一次所有的得票數 韓國瑜在6多的得票數 都高過這個朱立倫喔 然後呢 可是沒有用 宋楚瑜你還記得嗎 趙超康不是叫人家要 意思就是氣送寶寒嗎 結果呢 宋楚瑜你知道嗎 他上一次2016年的時候 得票數是157萬 然後呢12% 這一次得票數60萬只有4% 可是顯然你說要氣送寶寒的效應 沒有出來 而可能把宋楚瑜的票 棄掉的票 可能很多都到了 蔡英文這個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在台北市 台北市其實 蔡英文的得票數是增加的 上一次75萬票 這一次87萬票 韓國瑜54萬票 增加68萬票 他也是增加的 然後新北市 各位 新北市值得一提 為什麼 蔡英文上次得票數 只有116萬 這一次一口氣衝到139萬 然後呢 除此之外呢 那麼在桃園市也是一樣 上次54萬 這一次衝到71萬 台中市上次79萬 這一次衝到96萬 除此之外 洪毅你知道嗎 台南市 其實他的得票比例沒有差別 都是67%多 可是你知道 從67萬 衝到78萬 陳永和得到 那時候得到快要20萬票 對不對 那陳永和支持蔡英文 他的票全部灌回來 蔡英文這邊 可是你知道嗎 那麼67萬票上次 台南這次78萬票 你知道嗎 台南網中37區 得票數 蔡英文超過70% 有27 你知道嗎 綠中之綠 等一下 我們馬上要談到高雄 對 你知道高雄本來 你知道韓國瑜 這樣高雄 我們待會再說 那你就知道 六都 總共一千九百多萬票裡面呢 六都佔了一千三百萬票 快要七成 六都韓國瑜都大敗 他雖然比那個朱立倫多 可是你不要忘記啊 上次朱立倫是在國民黨 落輸的時候 現在是在國民黨 從二零一八年 得了十五縣市韓國瑜 包括各縣市的議長 包括議員 都過半的情況下 大好的情況之下 他們輸得出口了 是 好 綠中 容我再問一下洪安 因為洪安啊 等一下就要先離開 今天最新的新聞連要補下來 因為郭家軍全軍覆沒 說郭台銘震怒 要高洪安退出民眾黨 這算是被告指嗎 不知道 因為我都在這裡上節目 剛好你在現場 真的耶 來我唸喔 洪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選前立庭的親民黨 只得到五十一萬八千多票 得票率只有三點六六趴 那麼確定一席都沒有拿下 連帶也讓郭家軍的劉宥彤 蔡慶瑜全部都弱碼 那另外在區域立委的部分 選前大力支持的新北立委候選人 這應該是逃生 李靖穎也同樣吞敗 因為林靖東也吳其名 那郭台銘選前立庭親民黨主席 宋楚瑜還幫忙入拜票電話 多次合體招式 不料宋楚瑜卻只拿下六十萬八千五百九十票 這個是總統票 這個是政黨票對不對 那麼他說宋楚瑜的票 比四年前的情況還慘 也讓外界解讀郭台銘光環失靈 對於郭家軍幾乎全軍覆沒的慘況 外傳郭台銘震怒 認為選得實在太糟糕 即便是民眾黨部分區提名人 大數據專家高鴻安順利進入國會 也沒有辦法執行郭台銘的意志 內部已經下令要求高鴻安裸退 不要再擔任民眾黨不分區提名人 那實際上民眾黨今天舉辦開票職業活動 最後確定不分區上五席 但是合照的時候獨缺高鴻安 我在這裡啊 我在這裡 因為他們合照的時候 剛好就是已經快要九點半的時候 我就趕快趕過來三立露營 所以合照的部分你先已經否認了 不是 因為今天其實老實說 主席到的時間比較晚 確實開票出來的那個速度也沒有 政黨票也比較慢 所以那時候我離開民眾黨的記者會的時候 大概是九點十幾分的時候 那那時候才變成是說 他們剛好記者會結束 然後媒體要補畫面 就是有那個不分區五位的畫面 那時候我就趕來三立 你剛好幫我澄清 是是是 對 我可以的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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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什麼就是什麼裸退啊 就是只是單純是因為我來 就是上洪怡哥你的通告 然後我就沒有參加這個照相 合照 對 然後再澄清一下就是說 這個郭董說什麼震怒 要我退出民眾黨 我沒有收到這個指示 我收到的是說 之前可能就是郭董都一直談啊 就是說之前就一直說什麼 要把鴻安從第三名排到第五名 讓那個蔡壁如變成是第三名 那他之前就有一直在講說 現在目前這個民調的部分 看起來如何 那我有一直跟他說 其實是做四萬五 其實蔡壁如是比較危險的那一次 那他那時候就有提到是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如果你如果蔡壁如沒有上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讓給他 這一個這一個部分他有提過 但是今天講的這件事情 我目前沒有收到這個指示 郭董沒有要找你回去 郭董 郭董要找我回去 我覺得他他應該目前我是還沒有跟他聊到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 只是你還不曉得 不是 如果你要講的話 就是之前講的是說 蔡壁如我沒上的話 就是我要讓給他 但是如果真的是這樣 就是可是問題是現在蔡壁如是第五 已經上了 所以現在目前我是沒有收到這個指示 但是也許等一下回家 我再問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新聞 因為這新聞是我們在直播的時候才出來的 對啊 真的目前沒有這件事 了解 了解 好 那這個方老師你怎麼看 總統大選的話 我們在外交決策有一個理論 叫做層次分析模型 那個外交政策 他有三個層次 最高層次就是國際因素 第二層次是國家本身的因素 再來就是國家領導人因素 這三個是會互相影響的 那國民黨這是在國民 在總統大選會輸那麼慘 我也想從這三個層次來看 當然韓國瑜本身的因素很重要 他的落跑市長 他的這個言行不一 沒有政策 然後這個言行粗筆 然後這個對總是左眼在酒啊 酒色財氣 總我差一句話 我覺得我那句話 我真的覺得有道理 以前我們沒有理 所以高雄市長拿了五十四趴選票 對 一年來我們百塊有出年 對不對 高雄市剩三十四趴 對 就是說這個東西其實反映在 我覺得高雄市民這次是一個很大 很多地方都是有 都是有一種叫做鐘擺效應 就上次在高雄市的選舉韓國瑜大贏 臺中市的選舉林嘉隆大贏 那彰化縣的那個卓博院 那個卓博院輸得很慘 林嘉隆輸了 魏民鼓贏 魏民鼓贏 那魏民鼓輸啦 我說上次 上次縣市長 彰化 彰化是魏民鼓輸嘛 然後那個上次的這個臺中市林嘉隆輸嘛 但是這是他們輸 其實並不是他們政績不好 彰化政績也不錯 臺中政績也不錯 那輸的結果當然很多民眾 這次給了一個反饋 所以立法院 立法國瑜你看臺中 國民黨大輸 這個這個彰化也輸 高雄更輸 慘半 所以我覺得明這個這個鐘擺效應是存在的 那我再拉回來談總統 這韓國瑜本身的問題 就出現了問題了 第二個層次呢 剛剛講是個人問題 第二個層次是什麼 國民黨 國民黨就是黨內分裂 然後各個人人物各懷鬼胎 你不願意去支持韓國瑜 那這更高層次就是國際層次了 我覺得這次選舉 是所有國際層次影響最大的 當然就是習近平的習五條 去年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三月這個後來的這個 六月三號的反送中 那這個東西又跟國民黨結合在一起 又跟韓國瑜結合在一起了 韓國瑜進了中聯辦 國民黨提了吳思淮 所以這都是互相影響的 那所以整個的爆發到後來國際因素 包含我們看到這兩天王立強的事件 五眼聯盟的介入 所以這次選舉 其實我剛剛講從從國際層次 從國民黨層次 從韓國瑜個人層次 是互相互相連結在一起 而且互相 那這個互相連結 他才產生一個這麼爆炸性的一個結果 核彈型的結果 這個結果當然我繼續講就是說 彼此都是相互連結的 我認為這次總統大選是過去歷屆以來 國際因素影響最大的 過去當然美國有角色 那這次不只美國有角色 澳洲也有角色 那中國也角色很大 所以就是背後其實不是蔡英文跟韓國瑜的競選 我之前在節目中也講 我大概半年前就講 是習近平跟川普的選舉 所以接下來川普會不會在明天發個賀電過來呢 可能會有 對不對 我恭喜臺灣的總統 蔡英文當選 這有可能 美國現在就是借地死利 那第二點就是說這次 明天我們看川普 搞不好川普會看我們節目 對 第二個就是說 蔡英文 我剛剛講過 因為整個這次這明件事就是 毛澤東講過一句名言 階級鬥爭一抓就離 臺灣是怎麼樣 抗中保臺一抓就離 只要打這個主權牌 無往不利 所以國民黨如果永遠叫做中國國民黨 中國的兩制不拿掉 他永遠在臺灣的總統大選 地方選舉我不敢講 因為地方選舉比較不適合於統獨 地方選舉未必 在總統大選他永遠會站在一個劣勢 另外就是我覺得國民黨現在要做的就是 第一個開除吳思懷黨籍 開除岳宇蘭打當機 讓這個東西是你的引爆點 這個引爆點也有跟我們剛剛講過的 反送中習近平的習五點有關 選完了再開除喔 不是 你不開除 你沒辦法讓人家覺得根本改變 你沒有未來啦 你會被這三個 他們換了什麼 要把他開除 你太輕鬆嘛 今天國民黨的 今天國民黨 誰太輕鬆 太輕鬆啊 吳思懷跟岳宇蘭 你之前提名我 現在我當選了 你說我太輕鬆 葉宇蘭剛剛講說部分區選得不錯啊 對啊 對 如果國民黨還是要這麼相怨的話 那我們也沒有話說 就繼續下去吧 那就等著看這個 因為他其實已經引發了 他跟這個韓國瑜已經形成了一個共振效果 如果吳思懷的 如果吳思懷不是提款機 民進黨為什麼要這樣講 每天拿吳思懷消費 每天拿吳思懷消費 每天說要吳思懷下架 效果很明顯 我覺得吳思懷跟葉宇蘭明天開記者會 說部分區選得很好 就因為有他們兩個 所以才能選33% 對 所以這個抗中保台 跟國民黨的部分區提名 那再來是國民黨猛打什麼呢 反送送法 證明沒有效果 所以民進黨未來反送送法 什麼查水表 沒有效果 什麼臺大的政治系 蘇宏達教授被約談 沒有效果 林靜宜立委提的統一等於是叛國 國民黨狠狠地打 沒有效果 那你覺得挺韓國瑜那個報紙 接下來會怎樣 我覺得他們現在最擔心 他們今天全面的檢討國民黨 他們現在最... 今天全面檢討國民黨 你看他後面的話 是他們的文章都在檢討國民黨 錯不在韓國瑜 錯不在韓國瑜 所以他還在保護韓國瑜 他們只要想說怎麼去交代了吧 這個... 剛剛電子報 他們的電子報說民進黨選得不錯 對 但是裡面就全面檢討國民黨 這個跟剛才郝龍斌的說法一樣 這完全是國民黨的降綱文化 對 那我必要講就是說 這個表示臺灣民眾對共產黨的厭惡 已經遠遠超過對內政的關注 對香港反送中的一個憂慮 遠遠高於對內政的憂慮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馬英九還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太重要 我要去買一本 叫做拿哪裡來的芒果乾 這本書我們來... 法老師請教一下 為什麼國民黨民進黨打的是下架無私懷 為什麼他還能夠拿33%多的這個部分區 跟民進黨... 我覺得這就是國民黨的基本盤 就原本的基本盤就這麼多 他裡面是誰他也不看了 甚至他他也覺得無私懷不錯 所以那就是他的一個基本盤 在那個地方 換句話說下架無私懷對中間選民有效 對綠營選民有效 對國民黨的支持者不好 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韓國瑜的得票是三十八點六趴 他的整個國民黨在整個... 譬如說他的部分區的也 也相信三十多趴 就蠻蠻雷同的啦 就是他沒有拿到的是中間選民 所以這次變成中間選民移位了 中間選民移去哪裡了呢 中間選民移到了蔡英文這邊了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意思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中間選民擔心臺灣變香港 跳投國民黨臺灣變香港 擔心臺灣成為第二個香港 所以這種憂慮是存在的 也就造成說你國民黨打反滲透法 無效 你去抓林靖怡的這個口語 無效 相對來講國民黨打什麼 國民黨完全畫錯線 他打楊慧如 打謝長廷 這跟臺灣選舉沒有什麼關係 拼拼打 然後呢 打這個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到昨天他還在討論蔡英文博士論文 我說這個個性是成槍爛掉了 還是有人熱死不疲啊 很多學術界的人還在那邊 那邊走 他博士論文有什麼用 這多久的問題了 國民黨一方面 你沒有與時俱進 跟著臺灣中產階級 中間選民的節奏在走 你是逆勢而行 第二個 你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你所攻擊民進黨的所有的東西 都不是老百姓在乎的 不過我實在是插個話了 我們當然都講說國民黨犯了什麼錯誤 其實是小英真的有政績可以被肯定 對 如果大家也覺得對小英也是很煩 不管高期 不管經濟成長率 不管外衛存體 不管失業率 不管這個回來才投資 各方面 什麼五加二產業 什麼這個年金改革 什麼這個國防 國防產業 是不是 減稅 對 所以我們我們剛剛看到了 韓國瑜的得票率是三十八點六 他在不分區的國民黨是三十三點三 這就是他的基本盤 三十三到三 這是這是勞不可破的 但是這個基本盤 我認為會逐年下滑 現在國民黨的支持者 大概是五十五歲左右 往上最多 國民黨現在期待一件事 就現在五十五歲以下的人 都不支持我 他們也會總會老吧 等到現在四十歲的人 是支持我蔡英文的 他總會到五十歲吧 他就會轉轉轉信 會轉信支持國民黨 但是我認為國民黨 這個估計是錯的 因為他的支持者不斷在快速凋零 而現在年輕世代 到他五十歲六十歲的時候 他還是堅持他台灣出席信 那你國民黨怎麼辦 所以你的市場會越來越窄 但是又開拓不出新市場 所以國民黨現在麻煩就是說 他的整個的 如果他是個公司的話 他的產品定位不明 對那這個情況就變成說 以後也沒有九二共識了吧 沒有 九二共識 我覺得在這次已經完全的 完全的 瓦解了 連曹新城都說 不能接受九二共識 那你國民黨 你要叫誰去接受九二共識 所以今天 韓國瑜喊九二共識是定海神針 所以我覺得這次選舉 對中共來講 九二共識在台灣 完全沒有市場 那北京怎麼會怎麼看待 這一次的這個選舉的結果 等一下我再請教范老師 現在我們來練 我覺得說台北市的高嘉瑜 打敗李彥秀 這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的選區 你的選區 我做港湖的 因為要扣藍綠 說是高嘉瑜不贏 對 而且李彥秀 你的經營 他的形象其實是不差 為什麼會翻盤 我是覺得這個也值得討論 而且民進黨在台北市 似乎盤越來越大 小英在台北市 現在是贏過國民黨 我們再來連線給高嘉瑜的現場 我們現在台北市的第四選區 高嘉瑜的後援會的總部 可以看到在剛才的時候 其實高嘉瑜已經自行宣布當選了 而現在在這個外圍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支持者 還是在現場不願意離去 宛如這個粉絲見面會 大家都搶著要跟高嘉瑜一起來合照 甚至是要簽名的都有 而且都是不分男女老少的 大家都很慶祝 歡慶這一個時刻 在稍早的時候 高嘉瑜也有發表盛選的感言 我們聽一下稍多訪問 盛選是有信心的 那我們也很感謝這一路以來 陪著我們一起努力的 在場的所有的支持的朋友 還有我們內湖南港所有的朋友 在這一路上陪我們一起來打這一場 非常艱困的選戰 因為這個選戰 絕對不是靠我自己個人的努力 有辦法來完成 那要靠很多人的幫忙 那我相信其實 這一次的選舉的整個狀況 也都非常的緊繃 那感謝大家 因為這個勝利是屬於大家的 那我們也會持續的秉持我們的初衷 然後未來有機會進入國會 會實踐我們的理想跟理念 然後繼續一步一腳印 那在內湖南港 其實能夠寫下這個歷史性的一頁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能夠立下一個 典範在政治上我們如何去做更多 然後帶著這麼多人的期待 我相信每一張的選票 都是一個期待跟一個責任 那我們會帶著這個期待跟責任 在立法院然後去實踐我們的政見跟理念 事實上高嘉瑜這一次的選戰 可以說是相當的艱辛 因為他對上的就是這個對手 國民黨籍的現任立委李彥壽 而對手真的也是相當強勁 因為對手在這個港湖區 其實已經生根了二十幾年了 而這一次這個高嘉瑜就是狹帶著 在上一次選舉台北市議員當中 得到了港湖區的最高票 因此他就狹帶著這個氣勢 一路打到了這個國會 而現在終於好不容易讓他可以高票 順利的進入到國會當中 以上我們講的注意情況 先鏡頭轉圈內 好 這個有關高嘉瑜 為什麼能夠打敗李彥秀 等一下我們請創下兄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 已經立刻在推特發文 祝賀說這給了中國一個教訓 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歐也說 他非常期待在未來能夠更加強 臺美關係 那波頓在這個推特 他說恭喜臺灣人民 再次進行了一場自由公正的選舉 並且祝賀蔡英文總統再次連任 波頓說這給了中國一個教訓 不要干涉臺灣選舉 也不要干涉美國選舉 他被視為鷹派以前他沒有當國家安全顧問的時候 他主張臺灣應該加入聯合國 那麼而且這個主張美國應該跟臺灣建交 雙重承認這樣 好 那現在我們就缺川普囉 我補充一下 A-I-T剛剛發出的 A-I-T A-I-T 而且不是A-I-T祝賀臺灣 他特別發的國務院 是因為很爛所以我用中文 我用中文是蓬佩奧 國務卿 然後他裡面特別講的內容是什麼呢 是說感謝蔡英文總統自立成為 美國的緊密夥伴關係 所以他們對我們的態度 已經是感謝蔡英文總統是自立 不只是夥伴關係 是緊密夥伴關係 而且是國務卿 臺灣在這一次成為亞太區域的楷模 世界上的良好招勢 然後後面呢 才講到的是希望更緊密 希望整個臺灣能夠在這個地方扮演角色 所以美國的整個態度是更清楚 而且呢 就在九點十三分的時候 其實這才是國際上看我們的 這是NBC CNBC 他裡面講的是蔡英文 因為能夠對中國夠強硬 所以取得了零人 所以其實我們這次的選舉 是世界上所有看的 NBC跟CNBC CNBC 已經他馬上在九點十三分 就已經蔡英文總統 就確定要出來了 就趕快發表 是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其實整個什麼連累 是大家都在看 你臺灣有沒有抗拒中國 這樣一個決心 那回到這邊的話 我們今天大家很緊繃 其實這一次的選舉 真的就是台國瑜講的天一和民意 民意已經選出來了 天一是什麼 你知道剛剛講投票率對不對 七十點九 大概是七十五 一三一九三一萬 是投票人口 乘上百分之七十五 一四五零 還可以他們最喜歡講一四五零 剛好是一四五零 剛好是一四五零 所以 因為公民數是一千九百三十一 對 那麼投票率七十五趴 所以乘出來 剛好一四五零 一四五零 千億啊 千億啊 真的有力嘛 千億跟民意 可是再回來這 一四五零裡面 這些來源 這個衝高的投票率 本來大概預估七成左右 到七成五 哪邊來的 年輕人 這個跟高嘉瑜 跟他們那麼多的 陳柏惟這些人會當選 賴品瑜會當選 都有關係 因為大概是我們現在可以講民調了 到昨天我看到好幾個民調 年輕人三十九歲以下的 表達願意投票的意願 絕對會去投票的意願 可不只是高鐵下去十八萬 是比過去比上一次五十五還多了十二趴到十五趴 七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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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很高 那這七成以上多出了十二趴 投給誰 投給了蔡英文 蔡英文 投給了民進黨 所以其實高嘉瑜這些人 而且裡面還發現一個特色 這就是整個臺灣社會的變化 不管是賴品瑜 不管是陳柏惟 不管是高嘉瑜 你願意在網路上 你願意用新媒體 跟人家更密切的互動 你都會得到年輕人的支持 所以這整個選舉的狀況回來 其實就是一個世代上 整個國民黨已經老化 被推開的 而國民黨最悲哀的是什麼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檢討 他們本來是青狀派 說要革命 結果他們本來是簽了三個 誰一青狀派要革命 羅志祥等人 那些議員 結果他們簽了三個條件 第一個呢 吳敦義要負責 第二個吳思華要負責 第三個韓國瑜要負責 最後他們呢 把韓國瑜要負責拿掉 真的喔 對 羅志祥他們最後把韓國瑜要負責拿掉 拿掉 因為有幾個市議員在簽的時候 我在旁邊看 韓國瑜好像說非戰之罪 韓國瑜 韓國瑜 所以國民黨是不可能有救的 不好意思 黃老師等一下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好不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繼續收看政治道了 那我們在這個階段再邀請到國民黨新北市市議員江宜貞 洪英哥好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非常歡迎 等一下再請教你 那麼剛剛談到這個美國對臺灣所 國務卿對臺灣發出的賀電 那麼這個方老師要補充 我先講 馬英九在二零零八年是拿到七百六十萬票 後來連任是達到六百八十九萬票 少了七十六萬票 蔡英文呢 這是不但沒有減少 還增加了一百二十八萬票 所以他未來 他在過去四年所做的任何改革 任何政策就更有底氣了 表示民眾支持他 所以接下來可能會做什麼 他明天剛才說會跟AIT的主席主任 駐台代表麗英傑見面 我認為他會趁現在的一個聲勢 去做很多他想做或做不到的事 現在聲勢正好 有明義基礎 蔡英文在剛去 在他二零一六年一月份當選總統的時候 我認為他到五二零的就職 他基本上是荒廢了 他並沒有做非常好的規劃 很多的政策也太過草率 包含利益休 包含年金改革 這從一月到五月有這麼多事時間 我認為他並沒有很 可能就選得太累了 可是這段時間的荒廢 造成他後來整個政策造成很多人的弊病 認為說思想可能不夠不夠這個完整 我認為蔡英文已經記取這個校訓 他不會從頭負責 他接下來趁著這個民意的高度 他可能會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美國國會議員已經提出了 臺美要簽訂FTA 這個東西臺灣必須要開放 例如說美國豬肉市場 這當然有爭論 可是他這個時候他為了要FTA 他可能必須要做獨牌眾議 國會我過半了 我現在掌握了這麼高的民調 民意基礎 民意可以做我的後盾 我要衝 第二個加入日本為首的CPTPP 但這可能需要開放什麼 日本四個縣的核實 立木縣支撐縣 這個當然有公投 前去年的公投 但是你好像是反對的 但是你現在你做一個總統 你就不需要扛這個責任 往前衝 這也是日本政府非常在意的 今天日本教育協會駐台代表 也發表了公賀聲明 所以我認為這兩個東西 如果你現在 其實核實問題 已經變成政治問題了 中國有可能比我們掀開 中國有可能掀開 我們臺灣甚至全世界 我也沒有開放的 所以我覺得他會突破這兩點 第三個我剛剛講過 歐望集團擔心什麼 代理人法案 可能就會通過 所以我現在就變成說 我因為 反滲透法 反滲透法已經過了 現在可能更進一步是代理人法案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會更加強化 我們在國安方面的一個應處 但是你現在你指責他 你沒有立場了 有民意做後盾 民意支持我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第一個在經貿問題上 臺灣可能有機會加入CPT的話 我們的經濟會發展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很支持韓市長那個媒體 今天有轉向嗎 目前為止沒有去 他們還是認為不是韓國瑜的錯 是國民黨的錯 但是本來最早的時候一篇是說 能夠接國民黨最好的黨主席 就是讓國民黨回歸正常的 叫朱立倫 但是我剛剛講完之後 我全家一看 又加了一個人 周錫瑋 也有點名一些親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是國民黨現在最為 最讓我覺得難 他問題最大是什麼 到現在 因為對不起 敗選之後到現在 接下來的這段時間 會是一個非常激烈的鬥爭 其實真正核心的鬥爭 其實要看國台辦 你看整個那個王什麼 王志明 王志明已經下來了 被換掉了 因為習近平不能犯錯 黨是永遠不能錯的 所以都是你王志明的錯 黨不會錯 尤其習大大哥不會錯 所以劉潔一你就錯了 所以劉潔一會完蛋 我覺得事實上 中共已經提前知道可能的結果了 對 要不然昨天中共不會突然間 黨中央直接到國台辦去了以後 直接炮轟 辦事不利 你知道嗎 國台辦辦事不利什麼意思啊 除了香港之外 你認為什麼意思啊 就是台灣的問題嘛 所以事實上中共已經事先 所以上一次呢 2016的時候 那個習近平很生氣 你張志明搞什麼 還讓我跟馬英九見面 丟臉 所以張志明就裸退 張志明下來之後 連那個政協委員都沒有 然後兩個副主任 我們都講過好幾次 被雙規 所以我覺得國台辦會出問題 國台辦出問題之後 你才知道那家媒體會怎麼樣 國台辦只是替罪羔羊 對 你習近平把整個大權 都握在你手裡了 你講的一國兩制 臺灣防範 誰叫你講 你自己講的 你自己透過自己的系統 中央辦公廳 自己弄的 那請問一下 國台辦有沒有辦法 習近平老修成功 就是這樣子 習近平說 劉潔一借你一顆人頭 借向上人頭 一用 但又不會還給你 你從一個駐聯合國大使 了不起 在紐約聯合國總部 總路有封 變一個國台辦主任 現在甚至有可能 連工作都沒了 那我們看到 王志明中聯辦主任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倒楣 跟韓國瑜見了一面之後 整個情勢大亂 香港問題處理不定 現在換了一個駱惠宇 前三西省委書記 駱惠寧 駱惠寧 對 請人三昏省委書記 三西省委書記 清海省委書記 這個人態度相對軟 比較 姿態比較低 所以我認為中共 習近平夠聰明 夠聰明 這個時候應該要跟蔡英文溝通 那我認為蔡英文 其實大家也知道了 蔡英文今天的講話 他只有針對一個人 不是只有針對 主要針對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習近平 你來跟我談 我現在有名義基礎 你不跟我談 很抱歉 你未來你對台工作 你一事無成 你習近平你的歷史定位 將會蕩然無存 你還想要連任國家主席嗎 雖然你把任意資格廢除了 可是你要連任 你什麼都做不好 香港沒弄好 臺灣沒弄好 中美關係沒弄好 國內經濟一團亂 豬肉吃不到 現在連這個所謂的 武漢的非典 即將隨著中國過年的 這個所謂的回家的 這個人口大遷移 整個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中國現在真的是 頭淘寶連休 AIT在開香檳 國台辦 現在大家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那余蓁今天這樣的選舉結果 這個你有沒有嚇一跳 其實沒有到非常意外 但是 沒有非常意外 你原本就估計是這樣 就是在總統部分 就身為國民黨員 當然還是就是 就是知道大概會是這樣結果 但我比較驚訝 就知道是這樣的結果 也不早說 當然還是會期待說 韓國要當選 就是以我們國民黨自己的立場來說 但是會有這樣的差距 會有這樣的結果 其實不會那麼的意外 或者驚嚇 更多的情緒 可能也許是失望難過 然後我比較驚嚇的 反而是立委的部分 包括像有幾席 我覺得是表現非常優秀 然後問政也非常好的一些立委 包括像板橋的柯志恩 或者是像林彥秀 柯志恩輸給那個 羅志正 對對對 就是因為其實就新北市來說 其實板橋是非常指標性 而且關鍵性的選舉 那這一次我們提名的兩席的立委候選人 其實在這一場選舉中都輸掉了 林國春也輸 林國春也輸 對 等於說新北市十二席裡面 我們二零一六年拿到兩席 我們這一次其實也只進步一席 三席 三席而已 所以就這樣成績來說 其實像朱立倫 侯友宜 我們原本估計可以至少是四五席 甚至可以到更多 但你看到後來 可能包括像朱立倫接了進總的主委 然後像侯友宜 整個就是落下去扶雄 尤其是侯友宜 你看他其實汗草 很好有沒有 就是警戒出身 他後來甚至是扶選到 就是臉色有點發白的那個樣子 就是非常的平民 有 他有努力無嫌 他非常努力 我看最後 看你的臉 對 幾乎都是在車 就是他都在吉普車上 怎麼聽到的都不一樣 拜託連我懷孕都跟著上吉普車 上吉普車 只是撥時間而已 我們不一定 不一定 那個叫做散盡義務而已 對啊 所以在新北立委這部分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驚訝的 是新北的立委 那你覺得國民黨接下來 應該怎麼改革 接下來其實因為這次既然敗選 而且差距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其實身為國民黨員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那接下來因為其實黨主席的補選 有一定的機制 那我覺得吳敦義主席 他今天講話 他說他要請辭 但是又說要等到下週的 那他那個國民黨部分 所以我會覺得說 那這個怎麼辦 目前 目前 沒有 十三次 他排不到 吳思淮請辭就有他了 還有葉宜蘭 葉宜蘭要補女的 要吳思淮才行 吳思淮如果開除黨籍 就是吳敦義 吳敦義現在想借吳思淮人頭一用 反正都是吳委員 不見 都是吳委員 所以其實國民黨 每個人都有責任 那現在剩下有保住了 這幾席的立委 最後他們 比方說 他們今天慎選 台灣其實也都是 雖然說謝謝大家支持 但他們還是非常非常非常沉重 未來這個黨中央的核心 比方說我們現在 雖然黨主席要補選 但是我們二零二一年 其實也有一次正式的 黨主席的選舉 所以我覺得這兩次的選舉 是主宰國民黨 未來方向非常重要 那是補選 對 補選歸補選 然後正式的改選歸正式的改選 是 黃哥 現在的吳敦義 剛剛開完記者會 現在可能 可能正在往吳思淮家的路上 為什麼 拜託他退黨 自我 受他適合的自我了斷 這樣子 不可能 因為就算吳敦義補上去 吳敦義還是會被逼退 他也不可能當陽春立委 不是 我倒想請教你 你心目中有沒有覺得這一次國民黨到底犯了什麼錯 為什麼會顯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 你只有講你很意外 但是原因是什麼 意外部分是立委 對 那像如果是在總統的部分的話 其實大家 像我記得我在年初二零 去年年初來上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上政治道的時候 大家比方說比較挺挺民進黨 大家都還就是氣氛低迷 但是到了年終之後 其實那個氣氛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只能說 就是國民黨 我們在二零一八年 贏得了選舉 但是短短的十四個月裡面 我們卻失去了這麼多的支持度 所以這中間到底出現什麼問題 是初選制度不好嗎 還是總統的人選不好 但是其實有一派聲音是說 其實韓國瑜這個人選 其實不錯 但是他不要出來選總統 他也許是二零二零最好的助選員 包含了庶民來 然後草根來 然後結合國民黨原有的力量的話 我們二零二零 可能至少可以就是贏得不錯 這是事實 對 所以這部分 你個人 而且再加上 其實他在高雄市長贏得高雄市長 這個選舉 其實時間非常非常短 所以他受到檢驗的時間 非常非常短 但是我們臺灣人民 對總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看過去的 很多的總統的候選人 幾乎都是身經百戰 不管是朱立倫 他選過桃園 選過新北 然後蔡英文主席 他也是選過 可能選過非常多次 選過新北 選過總統 都是經歷了這麼多的檢驗 之後才出來 但韓國瑜在短短的 就是他贏得了國民黨選舉之後 接下來這半年時間 幾乎就是全民都在檢驗 我問直接一點 就是說你剛剛有講到說 吳敦義雖然說要請辭 但是還要等到下禮拜三的中常會 你的意思要講什麼 我會 因為通常我 至少像我記得說 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馬英九總統 他就是非常乾脆 就辭掉了黨主持 然後也沒有說什麼 我們需要經過中常會的確認 所以當 吳敦義希望中常會展現 未留的狀態 個人會有一點點的擔心說 那萬一到時候中常會未留 那是不是國民黨大家又繼續在演一齣戲 但是也不要忘了 其實國民黨也有另外一派聲音 就是當去年國民黨的不分區名單 不分區立委名單推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一群人輕壯派的一些議員 就是有跑到黨中央去靜坐抗 所以國民黨這份希望改革 希望不同的聲音 其實也是存在的 那這份聲音就是到下週 或是未來這幾天 或是未來這幾週 這樣的聲音會不會出來 依正 我說像你這種少年 你不敢說真的話說 你就敢死掉 你不要去做中常會了 你今天怎麼說 國民黨怎麼有戰鬥 對啦 國民黨你今天還跟你說 你不要這樣這樣好像不好看 沒有 國民黨敢造反的 都在黃花崗了 他們都不敢 我猜啦 他要再經過中常會 人家說誰 人家應該是說 我就是 我直接就辭了 我絕不接受未留 黃主席為選舉負責 辭完了就沒有什麼 絕不接受未留 絕不接受未留 為所有的敗選 未來我繼續為國民黨奮鬥 做志工 但是我就辭了 對不對 希望有更好的人來接 不知道要這樣 到現在還在講中常會 你這麼客氣 那我再問你 你心目中有沒有好的人選 我覺得朱立倫就是一個不錯人選 但是他不一定 這一局就真的會出來 山羽夫你幹嘛一直笑 沒有啊 每次我講話 你不要這樣故意害我 沒有國民黨只剩國民黨 那韓國瑜你支持他出來選主席嗎 韓國瑜其實目前黨主席 可能呼聲很高 畢竟他剛才剛剛才選完總統 那所以的確會有很多韓粉或者是一些國民黨支持的會覺得說既然他都代表出來選總統 那他是不是就是下一屆的黨主席 那我覺得就是關鍵這幾個小時或這幾天情勢還會有所變化 而且還有一個危機 那麼韓國瑜是不是得了五百多萬票 那麼一票三十塊的話是不是有五百五十二萬 大概有一億六千萬 一億六千萬左右嘛 但你知不知道國民黨現在欠兩三億 負債兩三億 每個月兩千五百萬到三千萬的開支 那我問你這筆錢要不要拿出來 那個錢好像直接會去黨中央 對 要不要拿出來把國民黨的負債先清一清 還是直接由總統的候選人拿走呢 這很重要啊 你判斷呢 我判斷是很難 可是就以往幾年 幾次的那個總統大選 都是到黨中央 是到黨中央沒錯 但是呢因為現在你能開口說我要嗎 因為現在黨中央欠兩三億 兩三億啊 所以這筆錢是幾十餘啊 最可最惋惜的是什麼 因為二月多就撥下去了 所以韓國瑜就算補血 還沒當到黨主席 所以他是沒有機會的 我等一下跟大家報告 國臺辦反應非常快速 他剛剛已經反應了 國臺辦堅持一中原則 這個等一下內文 我再這個跟大家報告 我再請教一下義副兄 我們如果說實在 我們要是我們就是了嘛 對啊 是怎麼經過下禮拜三中常會 因為其實這樣 你到中常會情勢就會很複雜 因為中常會各方人馬會留 各方人馬都有 一定有人會去說 責任也不一定 全部都是黨主席的 有可能說總統候選人 也會有責任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那個責任會被擴大 那裡面會不會有人很不爽 就是說郭台銘要不要負責任 應該不能讓再讓郭台銘回來 郭台銘怎麼樣 然後王金銘怎麼樣 朱立倫是不是當初在那邊扭扭捏捏作態 怎麼樣我跟你講 那裡面你只要送過去那個辭城裡面 那個誰要負責任 那個一討論下去就複雜了 一複雜了以後 吳登義就可以說 原來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要負責任 那他不希望看到的人 那是不是也要負責任 所以我覺得送到中常會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歷次總統 你注意看歷次國民黨主席 為選舉敗選辭職的 十萬人就不會再出現 宜貞剛剛講了一個人就不會再出現 那我請問一下 下禮拜三的中常會是誰開的 是誰當黨主席 誰當黨主席 因為我的辭職是要中常會核准 那中常會還沒核准 那個中常會是誰當主席 可不可以告訴我誰該當黨主席 當主席無毒力啊 誰該當那個會議的主席 曾永泉呢 曾永泉也帝啦 他也帝啦 他也帝啦 好農民是第一個說要辭職的 所以還是主席 還是辭職的主席 負責這個 如果是吳敦宇坐在那邊 我要辭職 那如果主席夫人可不可以 主席夫人當然不可以啊 不是要互推代理主席 對 應該是找一個 沒有 我辭職送過去 你還沒轉我的時候 我不可以不可以主持會議 我主持中常委來處理我的辭職案 我們國民黨好複雜 什麼我用 國民黨 我就覺得那就很好玩了 我就說奇怪 其實我今天聽吳敦宇講話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以往的黨主席 就是我辭了就辭了 然後中常會推派一個代理黨主席 然後就準備進行補選 一補選完了 所有一級主管重新任命了 但是一級主管 辭與不辭都無所謂 新的黨主席一上任以後 就重新處理 那個一級主管 這個非常有趣 宜珍剛剛講說 其實他心目中比較認為適當的黨主席 是朱立倫 其實朱立倫 我想說真的是不錯的人權 不過他剛剛又加了一句 也許現在不適合吧 你想一下 吳敦宇 吳敦宇要辭職 但是吳敦宇會讓朱立倫好過嗎 會讓朱立倫來接黨主席嗎 因為每個月要募那麼多錢 其實也是非常重的負擔 所以其實有一派的豬粉 哪一個黨不需要募錢 但國民黨可能要募很多錢 對 所以有一派的 就是挺豬的豬粉 朱立倫 你要想一件事 朱立倫一定會選 為什麼會選 我告訴你一個最大的原因 這一次初選 終於可以感受到 誰掌握黨機器 是可以搞死人的 吳敦宇掌握黨機器 總共初選活生生 就把朱立倫給搞死了 誰掌握黨機器 我不一定 我不一定能幫你陳大師 但我絕對可以幫你捏死 他只搞死了朱立倫嗎 搞死了國民黨 他沒有搞死 整個國民黨全搞死了 如果朱立倫沒被他搞死的話 他今天選舉可能不是這樣 對啊 是是好 來賓都要補充 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繼續收看 我們正知道了 那麼今天選舉的結果 我想這也是民進黨的勝利 不過我覺得民進黨不應該 這個太過於高興 還是要用謙卑的態度來面對 因為抽中不落貼 而且小英的票數遠遠勝過民進黨 換句話說 小英是贏過民進黨的 那麼即便有吳思懷 這個民進黨的政黨票 跟國民黨差距不大 不過現在民進黨黨中央我們也來連線 好 我們持續的守候在總統 蔡英文的競選總部的這個開票現場 這一次除了這個總統的選舉大獲全勝之外 另外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也就是這個區域立委 這一次的民進黨拿下了四十八席 那就對剛剛民進黨主席卓榮泰也特別出來 講出了這一次的這個區域立委 贏的關鍵我們趕快來聽聽看 這次區域立委跟不分區的提名 民主進步黨提了一個年輕多元的名單 讓台灣人民重新對民進黨拾起信任 這些勇敢的台灣年輕人扛起責任 我們也感謝人民給年輕人機會 民進黨將不辜負人民的付託 持續栽培年輕人傳承民主的精神 我們每一個候選人都肩負使命 每一個都是我們推出的最強棒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民進黨主席卓榮泰 帶著所有的這個黨籍的幹部一起出來 特別提到就是說 這一次民進黨的這個區域立委的名單 除了這個初期制勝之外 更重要的一點 也就是這個年輕人展現出來的新氣象 更能夠反映出這個民意 對於這個總統蔡英文的支持的程度 那也外溢到了這些這個區域 區域立委的效益 所以這一次民進黨不只這個總統選贏了 而且國會過半的希望非常非常的高 那接下來的未來四年的總統的執政 將會這個比較順利 而且這個會持續能夠這些改革 能夠持續下去 那以上是目前的最新奇蹟 我記得本來民進黨是非常的憂慮 不要說這個過半 這個本來連席次都悲觀 可是後來又說大概在過半的上下 那想不到最後選出來 如果加上這個五黨籍的話 那麼總共加基進黨有六十四期 我想請教一下連帆 你怎麼看 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真的要珍惜這次機會 因為原本選前最好的預估 大概六十一 雖然也過半 但是實際上算出來 其實比原來最好的狀況 都還要再更好一點 這個所以我覺得是選民再次給民進黨一次機會 而且這一次的年輕選票出來是非常大的關鍵 蔡英文增加的選票裡面 其實我評估了 應該超過八成以上 是來自於年輕人 就是三十九歲以下的年輕人 那對民進黨政黨票 我覺得這是這次民進黨從選舉 一開始我就發現問題 但是選前一直都沒有講 今天選完我就來講一下 民進黨的這一次的中央黨部 扶選的力道非常的弱 真的嗎 這幾乎我看過史上最不會選舉的 跟國民黨一樣嗎 民進黨黨中央 真的很不會選 對 真的 所以幸好總統候選人不是韓國瑜 對 真的很不會選舉 因為我很少看到扶選力道這麼弱的 就是說有很多過去 我們看到民進黨中央應該有的選舉的動作 這一次都沒看到 那也許是這個黨主席跟主要的扶選人 他們覺得說我要用我自己或者說其他方法 那也不能說他不對 因為畢竟選的結果還不錯 但是政黨票的部分 真的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民進黨上一屆政黨票 其實拿差不多四十四趴 這次是減十趴 四年的時間 當然有上一次 裡面跟上一次相同的情況 上次也有時代力量來分政黨票 那這一次當然搶政黨票的更多人 有激進黨 綠黨 民眾黨 可能也分掉一點 這個是這個是結構性的因素 但是我覺得你就是說 你三十幾趴的政黨票 當你打下架 吳思淮打得這麼這麼用力的時候 可是你的政黨票 卻沒有比國民黨好多少 幾乎是平手 這個是民進黨中央要去設法去找到 這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我不是在責怪說你們選得不好 而是說這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是民進黨哪一個訴求 沒有辦法打動民心 還是說你們的政黨票的 跟國民黨的區隔 或是跟其他政黨的區隔 沒有沒有做出來 這個是民進黨要找到問題 所以我講就是說 其實這一次 蔡英文在最後的到關鍵選區的 輔選發揮了非常大的效果 蔡英文去蘇智芬那一區 如果加上賴清德加上陳菊 上來的人超過十招 英雄 蘇智芬從原本一路苦戰 到後來可以打敗張家俊 然後莊晉成那一區 就很多好幾個關鍵的選區 最後都是靠著蔡英文賴清德 陳菊 他們在全力拉抬 好不容易把原本可能看起來會輸的地方 都把他贏回來了 我覺得這一點倒是發揮了他的 這真的是一個超級母雞的效果 那最後我想講 就是說這一次的過半之後 對民進黨來講 是穩定過半 那當然政治人物他一定會看四年後 或是說四年後可能的對手 那將來在立法院 有一個現象會改變 就是朝野協商難度會增加 所以民進黨要更有耐心 因為小黨多 對 你要更有溝通的能力 跟耐心 立法院長是誰吧 應該就是游錫昆了 應該不會有意外 應該不會有意外 給大家鬆了一口氣 是說原來大家很擔心說 兩黨都不過敗 然後民眾黨是第三大黨 蔡碧如副院長 幸好不會發 所以我覺得將來民進黨的黨團 就是要更有溝通的技巧 更有溝通的耐心 那甚至我覺得三位無黨籍的立委 那蘇嘉全怎麼辦 蘇嘉全他這一屆沒有當立委 他就沒有當立委 就沒有立委 我是說休息君做立法院 對 要收到專 那小英總統應該自有安排 看小英總統怎麼安排 就這三位無黨籍的立委 會不會行政院長 這就看看總統怎麼安排 那這應該不會換 這三位無黨籍的立委 有沒有可能自己成立一個聯盟 因為你看像趙正宇林長佐 陳柏惟 如果他們三個三個人 其實是可以成立一個無黨聯盟 不會啦 不行不行 我覺得這是有 不能組織 沒有 政團不是三個人 政黨才是三個人 所以不可能 那他們會不會加入民進黨團運作 或是說到時候怎麼樣 這反正我覺得這一屆的民進黨 在上一屆的立法院犯了一些錯誤 希望這一屆不要再重蹈覆轍 那剛剛連環講到這個蘇智芬 打敗了張家軍 老實講 這個也是非常值得討論的事情 重要 重要的是說 張家裏分林的四個月有多大 農會系統 幾乎台灣都在控制條 對不對 分林他做過管長 做過立委 現在他的燒賣也做管長 那麼他的女兒也選過立委 也當選過立委 蘇智芬為什麼有辦法打敗 來我們再來連線蘇智芬的現場 傳來歡呼聲 雲林第一選區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蘇智芬 在當晚六點多領先對手 張家軍自行宣佈當選 感謝選民蘇智芬 也特別感謝爸爸蘇東起 身為臺灣民主運動先驅 給予他極大支持 蔡英文也多次幫蘇智芬站台輔選 兩軍廝殺一百多天 對手張家軍最終落敗 也宣布辦選敢言 那我身為雲林縣的一份子 雖然沒有順利當選 沒有擔任公職 但是我也會扮演著我的角色 請大家千萬不要放棄 也千萬不要氣 大家說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有你們我覺得很幸福 激動講到哽咽 感謝選民支持 儘管在選舉過程中 蘇智芬和張家軍一個月內 頻頻互告戰況激烈 但如今結果出爐 蘇智芬勝出 他說自己會為雲林這個農業首都好好努力 不會辜負選民支持 三日新聞送我們到 好 我請教Rate 你怎麼看婚林是怎麼張家軍 你不要忘記一件事喔 韓國瑜號稱是婚林的 嚇死 李嘉芬也多次去這個婚林 對不對 因為他連投票都要回去西羅頭嘛 所以事實上婚林這個地方 蘇嘉芬攻下來打敗了張家軍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我個人認為是整個民進黨在中部以南 最重要的一個 這一席打下來 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之前選前 民進黨他自己本身希望能夠做到的 就是雲林以南紅不浪做到了 不是雲林以南紅不浪而已 彰化只剩下謝一鳳一區一席 台中只剩下那個楊瓊英跟江啟臣兩席 所以中國國民黨表面上增加了三席 事實上在總席是被屠殺的 你知道嗎 那雲林這一席 本來本來在幾個月前 其實蘇智芬那時候不是剛好翻過來 被人換他回來選對不對 其實他剛回來的時候 你知道嗎 當時他的民調輸給了這個張家駿足足十幾趴 你知道大家都不講的原因 是因為講了不好聽 你知道嗎 一點一滴這樣拉 可是你知道到選前 連北港朝天空的董事長都跑跳出來 公開了挺 你知道嗎 到台上來挺 然後蔡英文驅了多少次 雲林太重要了 其實讓整個民調跟整個結果翻盤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花生之亂 我覺得雲林張家包括張立善現場 他們都誤判情勢 你知道嗎 中央直接用二十億以上 砰的整個介入 然後當時很多農會不願意協助 結果最後一開始我還記得 只有三個農會跟合作社願意收相關的花生 然後結果沒想到 因為這樣一來啊 反而本來是這個整個張家的這個氣勢 因為這樣扭轉過來變平盤 然後緊接而來又因為你看 連續連續說錯話 黨主席自己說錯話 然後水杯雜杯事件 然後那個韓國瑜一連串 韓國瑜一連串的事件 你可能會認為說他在討好年輕人 好像很好玩對不對 你要知道在中南部的這些 上的年紀人他們看了這個會怎樣 在台灣被造極的總統 還是要有基本的格調 所以雲林這一席 舒志芬贏得漂亮 但是最主要還是因為 那麼包括 包括這個講真的啦 包括國社顧問黃成國 在宗教票上面的這個私利 包括蔡英文總統 去了那麼多次 才終於把這一席 本來可能淪陷的這一席 給他保住 然後在雲林以南 真的全部洪不浪 我們看一下 說到婚臨 這個韓國瑜是婚臨的警察 韓手李嘉芬是婚臨人 爸爸是婚臨以前的議員 做三次李日貴先生 那麼李嘉芬做過三次議員 現在是他的兄弟做議員 已經做三次了 全家會做九次了 但是韓國瑜在婚臨 婚臨的得票數是三十四點六 換句話說比平均還低 平均還有三十八點六 他在雲林婚臨 應該是算他的故鄉 小英是給 後頭處 後頭處也對 小英給六十一點五六 來來來 創下 為什麼他在雲林會這麼慘 其實韓國瑜是整個狀況 包含雲林的時候 雖然他們一直講說 你們是政治操作 或怎麼樣 可是李日貴他到當縣議員或什麼樣 在地方上的一個評價 在韓國瑜參選總統之後 其實都被爆出來 所以爆出來之後 整個韓國瑜 這樣一個形象或什麼的 雲林會自己去判斷 然後再過來的時候 整個狀況 所以農社五豪 農社五豪 很多人心裡有感覺 你做了這麼久 你說你是庶民 豪宅 庶民 主要是豪宅那件事情 然後李嘉芬又這麼強勢 然後整個狀況 其實就變在雲林裡面 雖然最早的時候 在打過太平民的時候 回到雲林那邊還流淚 可是慢慢是發現 很多雲林的人講說 他們也想流淚 因為我是雲林的外孫 所以我是聽到他們很多家族 其實慢慢的 我就聽到他們講 以前怎麼樣 以前怎麼樣 很多故事 所以那個都會被喚起記憶來 不過最後還是一件事情 我是勸韓國瑜 你面對的 當你在整個高雄 輸這麼多的時候 你總是會被罷免的 那既然總是會被罷免的 不如放過高雄市 讓臺灣回到平靜 然後回到雲林去 陪陪加分吧 你是要他自己辭職嗎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 其實這是對國民 其實高雄市長 其實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因為他做不下去了 你一定到最後 如果這樣子你被林辭 其實這半年之內 我想來聽一點 你韓國瑜留在高雄市 你就要被罷免 然後你這時候又回到臺北 來搶黨主席 那罷免更成功 所以其實韓國瑜自己搞清楚 乾脆好好的回去 鼓勵 下禮拜應該要上班了 終於要上班 高雄終於有市長 加分在雲林 希望你去陪 應該你要回去陪他了 來 凡席 韓國瑜現在真的 我也是贊從創下講的 你怎麼樣去面對議會 議會現在對你的這個 你的你的正當性 已經降到谷底了 而且八個立委 你沒有一個幫助 對 而且你不只 只要是韓國瑜 的立委輸 你在高雄輸 你的選票輸 然後你在雲林 雲林也都輸 而且高雄的落差是全臺灣最大 那我問你 你還有什麼執政的正當性在 但是我覺得韓國瑜現在 他不願意辭的原因是 他如果回到雲林 他生活也不好過 李嘉峰 他想要死守高雄 李嘉峰會 人家會容忍到很多帳 都還沒算清楚 就在一周刊所報的東西 還沒有一條條跟你算清楚 所以我覺得 韓國瑜 你怎麼知道人家沒有算清楚 你看這個李嘉峰 在凱道的這個肇事 他幾乎沒講話 過去我本來有李嘉峰會 你看到 牽手 應該會牽手 甚至兩個人爆哭 兩個人痛哭 那天牽手的時候 牽到最後 人家後來最後一場高雄 有說他們家何樂何滿 幸福美滿 張先生你說牽手 你沒看到在凱道的時候 李嘉峰站在他旁邊 沒講話對不對 然後韓國瑜不是在那邊 動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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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畫面 你看看直播的時候 那個 手舉不起來 都沒有遣到 最後是韓國瑜手這樣子拿起來的 不過不過剛剛我們沒有 第一時間沒有講到的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 我覺得韓國瑜危險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韓國瑜這一次 他的得票數是61萬 足足比89萬少了 快要28萬 然後呢 那麼蔡英文破了100萬 到了109萬 比花媽的 菊姐的那個99萬 還多10萬 然後比這個 陳其邁當時75萬 整足增加了34萬 連自己95萬 2016的95萬的那個關卡 都越過去 我問你 這109萬投給蔡英文的人 只要一半出來罷免 韓國瑜會怎樣 過關 那現在會不會 現在這個氛圍會不會 馬上第二階段的30萬的連署 你覺得會不會過 不會過 因為他會回去挖石油 對不對 所以你想想看 他不回去挖石油 就只能回雲林去了 韓國瑜會不會請辭 韓國瑜會不會請辭 這個高雄市長 不會的 因為他的這個取消國際記者會就算了 他的記者會 他的這個感言 講的最後一段竟然是說 禮拜一他要回高雄市去了 要高雄的治安 高雄的什麼 他不會辭的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因為他不辭 而現在那麼他輸的太慘了 所以我覺得高雄市民歌潮 絕對不會放過他 高雄市場是韓國瑜 那韓國瑜在上一次拿到54%的選票 在選市長高雄市場拿到54%拿到89萬多票 今天開出來他只能在高雄市高雄市的得票數是34.6% 他拿到了61萬票 換句話說 給他做一年的市長跑掉了28萬票 跑掉了28萬票 小英史無前例的竟然拿到109萬7千票 拿到了62.2%這樣子 奇怪 做一年的市長 照理說 應該是越做越好 生死越來越好 議員長 怎麼會這樣 就因為落跑 Yes I do 有和沒有之間 其實你說一句話 當初二零一八年為什麼會勝選 而且是由韓國瑜帶起的一個浪潮出來 就是對民進黨的執政不利 產生的一股那種席卷 席卷全臺的那個風浪潮 那大家期待的是什麼 祈求就是一個改變嘛 那十二月二十五號就任以後 三月就準備要去選總統 我覺得當然這個對高雄人一些當初 甚至於中間偏綠 甚至於綠營的一些年輕人投給他 當然這對這大部分的人 當然有一種是情感的傷害 就情感的 情感的傷害 就覺得他們的情感受傷了 就是說我是原本綠營的 我是中間偏綠的 但是期待一個改變 而投給了一個藍營的人 而且高雄那個地方投給的是一個外省人 韓國瑜 這個你就知道他們期待那種韓國瑜能夠改變高雄的 那種心理有多強 然後你跑了 那當然他們的受傷程度也相對的重 相對的重 所以你看得出來 第一波所有的韓國瑜的負面效益 幾乎都是從高雄開始負面外譯 直到他去選總統 包括在外面說錯的話 或怎麼樣的直接反應 那幾乎都是從高雄極度的外譯出來 高雄為什麼會選擇 就情感受傷 高雄有很多人情感受傷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 韓國瑜接下來立高雄 搞不好你走路人都會叫他 路台啦 死去啦 有可能 我跟你講會這樣 他回去做市長會做得好嗎 做市長會做得好嗎 我覺得距離罷免多久 距離罷免都要進入四個月 第二階段 五月的時候 五月的時候 我覺得有某種程度上的困難 因為如果說你真的這四個月要挽回 大家覺得好 我可以不要罷免 四個月你能做出什麼 讓高雄覺得非常感動 我的建設真的是突破過去以往的等等 我覺得他有很大的困難度 他有很大的困難 他接下來真的要面對執行 他以前是不面對執行 沒有理由再跑 沒有理由跑了 我就跑給你看怎樣 你要知道高雄市議會 這些議員們現在剩在等 兩年半以後 他們怎麼可以 怎麼會這一次能夠在高雄市議會過半 那我問你當韓國瑜整個摔下來的時候 下一次他們怎麼辦 我跟你講這很可怕的 韓國瑜如果真的被罷免成高雄 國民黨都在高雄 不會有下一次過半了 這把編就行嗎 我覺得韓國瑜這一次 在高雄慘敗 對他未來做市長最嚴重的事情 他的統治基礎會越來越薄弱 你覺得高雄市的國民黨籍的市議員 會像以前這樣幫他護航嗎 說會不會六點下班就下班 這個不要讓市長太累 所以我們質詢用投稿的 大概不會 因為市議員也要第一線面對選民 因為平均來講 高雄是每一個國民黨籍的市議員 在他們的選區裡面 韓國瑜都只能拿到三十幾趴的選票 就以平均數來看 所以對於韓國瑜來講 他少掉了市議會 這一塊很大的幫助 再加上因為他在短短一年之內 在高雄這個整個選票流失的速度 實在快到超過想像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真的 你現在 第一個 你很難在四個月內 做出一個很具體的成績出來 除非說你每天再去八點就去上班 而且讓所有人看到 然後晚上十二點才下班 每天你上班時間就開直播 告訴市民說你在幹嘛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他會護膽 你說白費會過不過 剛剛大家都算過 一百零九萬票 一半的人去投票 罷免就過 可是我覺得臺灣人 有時候心肝會比較軟 可能有很多人現在想說 人就輸到這樣 總統就輸到這樣 算了 我們有需要贏 再贏 還是要不要趕盡殺絕之類的 可能會有這樣的聲音出來 但是我覺得這一段時間 韓國瑜自己對於高雄市政的投入程度 還有他展現出來一個態度會很重要 態度會決定這些罷免的 他的人要不要繼續下一步罷免 如果展現出來態度是 對不起 我過去錯了 我現在很認真回來做市長 請所有市民朋友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覺得韓國瑜禮拜一上班 應該開一個記者會 先跟所有的高雄市民 很誠懇的道歉 對不起 過去我錯了 我現在回來 我會開始認真做市長 請大家再給我一次機會 還會要一求三立改名嗎 三立應該改名 中天吧 家裡立 三立應該四立 因為他多一顆 因為他多一顆 你們四立 三立以後坐臺上 韓國瑜的態度很重要 韓國瑜的態度很重要 如果你還是過去那種態度 就是說你們罵我都是含黑 都是黑暗產業鏈 你們罵我都是這個良心被狗吃了 如果你還是這種態度的話 可能罷免真的會過 那你覺得一週刊還會再追 王小姐嗎 如果有內容就追啊 有內容為什麼不追 有多少證據說好不好 講一個最現實的 總統選舉算結束 一週刊還要繼續辦下去 王小姐你覺得會賣不好嗎 你覺得什麼 加拿大那個事情 還會在那個嗎 我覺得那個事情 韓國瑜現在選完了 真的 我很誠心的 可是我是講真的 你選完了 對 我很誠心 跟韓市長現在選完了 你即使有永久居留權 也不影響你的市長的資格 我覺得你應該坦誠的承認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 你真的都沒有 那你家人有沒有 我覺得一次把他講清楚就好了 你不能再講說 因為他當時有個但書說 他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如果有的話 他要辭職 不用 禮拜一 終於高雄重新有市長 那你回去的時候 就說清楚講明白 你就當著高雄 兩百多萬人的 這個市民的這個面前 請說我韓國瑜跟家人 如果曾經申請過 加拿大的永久居留證 我就辭掉高雄市長 那我會相信說 你怕不怕 你可能真的沒有 你就斬釘解體的說 你從來沒有申請過 你不要再講說什麼 如果有雙重國籍的話 如果你不要那個擔書了 就跟吳敦宜一樣 阿薩利一點嘛 要怎麼樣做就怎麼做 其實我今天 約略有看一下 過去挺韓國瑜的節目 那些朋友都還在說 韓國瑜是被黑韓害的 有啊 他被黑的太厲害 他幾個說會挺到2024 真的喔 被黑的太厲害 所以今天才會輸那麼慘 我會覺得啊 這些黑他的人太厲害 黑到817萬票 嚇死人了 是 我覺得說 你如果不要面對問題 只會讓情況更糟糕 這是我真的內心話 就是你過去 用很強勢的方式 不理你 不回答 這個事情人家不接受 你還好講的有道理 你謙卑的說 這個事情我錯了 我跟他道歉 實情是怎麼樣 我覺得還是有救 可是我今天看他取消 國際計程會 我認為 其實很不好 他表現不好 高度不夠 他的敗選的表現不好 我覺得他應該接受大家的這個詢問 那他有沒有真正面對問題 因為你剛剛講說羅志強追究吳敦毅 就是他們有一些就是青壯派的市議會 市議員對不對 然後他們這些我們也知道說在過程中就剛剛講的 很多都在挺韓國瑜的 稱韓國瑜的 本來有把吳敦毅寫進去 有把誰 把那個吳思懷 吳思懷再加韓國瑜 後來把韓國瑜拿掉 韓國瑜拿掉 那如果你看到這樣子 你怎麼會相信國民黨會改革呢 你怎麼想到 因為講到說國民黨要改革 不是讓你們這群人上來 是要真正願意改革的人 而不是趁機奪權 那至於韓國瑜我會勸他是 明天要禮拜一要上班 第一件事情把你租的房子退掉 乖乖的住機關體 對 然後一切都照規矩來 就一個市長 然後每天至少是十份公文的數倍以上 不要再只簽十份公文 你就讓人家覺得你認真 其實台灣人是這樣子 你認真認錯了 大家會給你一個機會 至少你早上九點準時上班吧 對 然後公文 然後那個什麼 各種會議 各種匯報 然後做的是非常的聽不懂 也專心的記筆記 然後就這樣子 我講起來 過去對這個蔡英文總統 那個媒體對他非常尖銳批評的 有沒有 有啊 有點細膩啊 對啊 他那個外號還是我發明的 對 我講起來 有些實在罵的實在太過頭了 而且把沒有的講成有 可是小英有沒有去罵那個媒體 沒有 沒有啊 接受你的監督 你只要講的 就是不要人身攻擊 他還是接受你的監督 可是我覺得韓國瑜過去不是這樣 那說的評估之報說的是什麼 沒有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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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央社可憐啦 兩心被狗吃了 對 三例要改兩例 你不要忘記哦 有一件事情今天投票結果結束對不對 我心裡面還是放不下 九成 什麼叫做絕大多數的名嘴 是拿黑錢黑韓的名嘴嘛 今天還是這樣講嗎 到現在還是講不出來啊 誰啊 哪一個啊 拿了誰的黑錢啊 到現在還在抹黑別人 還說人家在黑韓產業鏈 那瑞德 因為很多的這個也黑泥嘛 網路上啊 你還告嗎 我今天看了這個817萬對不對 大概我們中華民國大概很難 這個因為少子化嘛 那我非常的感謝 非常的謝謝啦 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為了表達我個人的這個大氣跟大度 所以我在這邊宣佈 在過年前我要告天濟韓粉 一定會超過1000位 我絕對不放過 你以為我會放過你們啊 不可能啊 你告超過1000位 對啊 我剛剛以為是宣佈說你要撤告 結果不是 不是 你不是告大家好消息嗎 他們在這個投票前怎麼罵我的 罵我叫人渣中的人渣 敗類中的敗類啊 而且還連我父母一起罵 我絕對不會放過你們 你不要 我不是 我不是那種溫柔 溫良恭儉讓 我是有世事 是非黑白分清楚的 藍綠放哪邊啊 你們怎麼做什麼事情 就要負什麼樣的一個責任 中國國民黨現在開始要學習這樣子 要把機會讓給年輕人 不要在一些老 比較老派的 權力架構拿到當副主席的人 下來講說 中國國民黨要改革 要幹什麼 改革從哪裡開始 從周楚楚山海開始 你們這些主席副主席 滾一邊去吧 以後都不要再加入 中國國民黨裡面的 這個權力鬥爭了 你知道嗎 把機會讓給別人嘛 你告超過1000位 你有委任律師嗎 沒有 都是我自己來 你自己寫訴狀 我被告過74次 所以我會寫訴狀 你哪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出庭 我就做 那些檢察官 檢察官跟法官其實蠻有人性的 他們是做一次傳 一次傳四十個五十個這樣一起來 我就做一個時間做回去就好了 那你告了超過1000位 那你會去瑞士 會去不完啊 不是 那不是重要 重點不是為了錢 我從頭到尾都是為了兩個字 叫正義 所以我才成立台灣正義聯盟 各位正義在這裡 八百一十七萬看到沒有 八百一十七萬看到沒有 他們怎麼說 一二二一如果敢踏上高雄一步 就要把我給殺了 我告訴各位 從現在開始我會常常去高雄 為什麼 五月以前只要罷免 韓國瑜 割草我都會全力支持 好 那這個國台辦已經回應了 這個因為小英大贏五十七點一趴 台灣人民已經跟國際傳遞了訊息 也跟北京傳遞了我們的內心 那國台辦的反應 我們應該怎麼來看待 那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請教 這個范老師 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看政治道了 那麼今天黃國昌因為時代力量 這個拿到三席 但他不分區是排第四名 也就是說貴旗他被稱為街壁的立委 那未來他何去何從 等一下我們會討論 那柯文哲曾經講過 他可能會算2024年的總統 那今天他拿到了五席的不分區 2024也算嗎 等一下我們也來討論 那我們現在也要來關心賴品瑜 賴品瑜會打敗 對 這個他叫什麼 李勇 李勇 在戲子 老實講 他才二十幾歲 非常令人意外 為什麼他會贏 社會的氛圍到底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來 我們來連線這個賴品瑜的現場 對 我是新北市第十二選區的立法委員賴品瑜 以黑馬之姿擊敗對手賴品瑜難掩興奮 高喊當選立刻秀出立院送來的紅色祝賀詞 和支持者分享喜悅 我本人也是有很多經驗不足的部分 可是我相信我相信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已經告訴了大家年輕人可以 年輕人打出了一場漂亮的聖戰 我會努力好好表現做不好都可以鞭打我 向支持者掛保證賴品瑜出身之獨 首次參選對上政壇老將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李永平 立平新北立委第十二選區 一開始開票就領先對手賴品瑜作證 競選總部陪支持者一同觀看選戰 以八萬四千多票超過百分之四十五的得票率 打敗對手李永平 順選第一時間臉書發cosplay照片向大家報喜 請大家一票一票帶我一起進入國會 去年九月剛獲提名賴品瑜這驚人的鞠躬 讓他跟麥克風一起爆紅 虎鋪個性還愛變裝 不按牌裡出牌非典型候選人形象 讓他博得不少版面 如今已二十七歲年紀 最年輕立委搶下立院寶座 三立兄弟這位亞婷新北報導 好這個賴品瑜打敗了李永平 水兄這個選舉過去是黃國昌 黃國昌找了他的助理來選 不過情況並不理想 那我想請教一下宜珍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想這一次其實很多年輕人 都贏了立委的選舉 包括像臺中的陳柏惟 港湖區的高嘉瑜 還有細質的賴品瑜 其實賴品瑜這一區 我們本來新北認為說 李永平應該有機會拿下 可是其實目前來看 就是其實台灣民眾 其實非常願意給年輕人機會 就像二零一八年有非常多年輕的人選上議員 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 或是其他黨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意味的是說 是不是年輕人 大家會覺得說希望改變的那個氣氛 其實是非常非常濃的 像包括像中正萬華局 其實林玉芳一開始 也是聲勢非常非常看 但是最後卻讓林昌左 其實又繼續的連任 對 所以代表說 其實大家可能對年輕 然後改變這樣子的力量 是比較有期待的 那這時候要比較就是說 國民黨 民進黨或是其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面對這樣子 就是願意給年輕人機會的這個氛圍 然後加上很多的年輕人 因為大家以往說 年輕人可能不願意投票 可是你可以看到今天 就是很多投票 投票所都是七點多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排隊 而且那個排隊的人潮 是不分年齡層的 就代表說很多年輕人 其實他也是早起 甚至返鄉 我甚至有看到 就是有註點在高雄的記者 他專程就是 他其實還是要回到高雄去工作 但是他特地到高鐵 跑回板橋來投票 所以看到其實大家 就是非常願意投票這個氣氛 那像今年很多 我們年輕人接觸的平臺 包括YouTube或是臉書 大家不一定說 我支持蔡英文 或我支持韓國瑜 但是大家都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一定要把握 你手中這一票 一定要去投票 所以可以看到 大家表態的氣氛 是非常非常濃的 那年輕人會投相同語言的人 所以當哪一個政黨 他提出比較多年輕人 那他得到的共鳴 比較多的時候 他就越可能贏得 那共鳴党為什麼不提年輕人 這可能就要問我們的黨主席 不是問我們的中常會 主席禮拜三會決定去 其實我覺得這次選舉 我看到一個臺灣年輕一代 選民的新生叫四代交替 你看賴平 以陳柏惟 高嘉瑜 莊敬成 都很少 莊敬成在哪裡都沒那麼高 對 在選舉進行 根本沒人沒餘 而且你知道 他在台中贏的選區 是臺中出了名的深藍區 那是以前 現在現任台中市場 如秀院的選區 只要補算 省智慧算 所以我覺得這些年輕人 其實普遍傳達出一個 就是說臺灣的四代交替的 這樣的聲音 呼聲其實非常明顯 而這個呼聲 他是任何政黨都應該要看到 就是說 你要真的要試著去給年輕人機會 那所以說我覺得國民黨下一屆的黨主席 如果吳敦宜真的有辭職的話 下一屆黨主席 其實如果說這些所謂的 朱立倫 郝龍斌 還在你看我 我看你 我覺得不如就讓年輕人出來 國民黨今天發生一個事情 因為本來國民黨主法會主委 會讓李哲华列強 對 他過夜不是用掉 後來被換掉 因為被調到智庫去了 後來換誰 杜建德 杜建德 副秘書長 兼任嘛 兼任 陳美華 文團委 主委 他說被 他是被吳敦義 破格栽培的 結果陳美華今天深夜 在祝福媒體新年快樂以後 搶先退出象徵黨發言系統 對外窗口的LINE媒體框 不想跟吳敦義同進退 你也稍微現在就三天而已 這是什麼意思 李副秘書 不想跟吳敦義同進退 他發言人他怎麼可以退媒體框 他總辭 不是他是對的 總辭就是立刻肥有 總辭 他做得比吳敦義像 對啊 他總辭退出媒體框 主席說明下禮拜三中常會 你忍耐三天吧 人家陳美華 辭意堅定 比吳敦義堅定 他是在逼吳敦義一定要辭就對了 沒有啦 其實是 告訴吳敦義說 什麼叫做總辭 這才叫總辭 他真的是算吳敦義的人馬 他真的算吳敦義的人馬 吳敦義的人馬 怎麼可以給他洗吳敦義的臉 他退出這個框也不代表是洗吳敦義的臉吧 這樣嗎 可能退是不是大家要怕 大家現在要問他一些事情吧 難回答吧 對不對 因為現在大概很多人都想問他主席 就是啊 一定八十八滿難回答的吧 請教你 因為剛剛我們談到 汐止的賴品瑜 汐止本來是黃國昌當立委 那後來他找了他的助理 但是沒有當選 你覺得黃國昌 因為他這邊這一次的這個部分區也沒有上嗎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 他不是想選台北市長嗎 真的假的 他不是 大家政壇上一直都不是傳說 他要做那個柯文哲的接班人嗎 你有聽到嗎 不是啊 不是大家都一直在傳這件事嗎 我也覺得他選台北市長的可能性很高啊 我覺得他選台北市長可能性很高啊 現在還是嗎 但是至少不分區 實力的不分區 當然區域沒了嘛 那他不分區至少還是 三習還是維持他的水準吧 還是政黨上面 不分區的立委上面 還是有他的水準在啊 那只是區域立委沒了而已嘛 區域立委原本是林昌佐跟黃石用都退了 他搞不好邱顯治會不做他地補上去 邱顯治不做地補他上去 可以啦 理論上是可以啦 就跟國民黨一樣犧牲小吳成就大吳一樣 什麼時候不做 不是我是說 黨內可以說選制 不然你下來 你去當律師 然後這個讓黃國昌上 所以就是不分區的選舉 把票騙了以後 大家再來換位置喔 黃國昌 你的意思是這樣喔 黃國昌放前面就好了 是這樣喔 然後我還有騙 我本來就第四名 第四名你沒有啊 對啊 前面有人辭讓你啊 你現在在問我們 不是啊 那當中黃國昌擺前面我們就好了 那這樣你為什麼不把它擺前面啊 對啦 然後選上了以後大家再來換位置喔 對啊 騙票騙完了以後再來換位置喔 太不公平了吧 黃國昌有站立耶 對啊 有站立要排前面啊 嗯 那你意思是說秋謙是沒站立喔 你幹嘛這樣 越講越大聲 喜怒喜怒 他有站立 那你的意思就是秋謙是沒站立喔 我只是問問題 對啊 那你的問題就有影射性的答案啊 我是假設 對不對 你說黃國昌比較有站立 那你的意思就是黃謙是沒站立喔 秋謙是沒站立喔 秋謙是沒站立喔 秋謙是有可能這樣喔 我是覺得 廣告時間我檢討一下 好歡迎繼續收看政治道了 那麼這個民眾黨拿到了五席的不分區 那柯文哲柯市長啊 曾經講過他二零二四年應該會選總統 那我想請教一下孫耀兄 你看他會選嗎 他一定會選 但是一定會很慘 對 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回到去年年初的時候 柯文哲那時候是所有的假想題 最可怕的人 也是跟韓國瑜一樣 短短的一年之間 他這次才五席 如果根據他去年的氣勢 他怎麼會是五席呢 他是找到不分區 應該對不對 跟國民黨民進黨 應該幾他氣勢 拼起平坐 拼起平坐啊 然後再過來這次五席 跟臺北市政有關 沒有 所以他也是跟韓國瑜一樣 所以他才跟韓國瑜一樣 兩個人就是倒數一二名 都在無情地 對 都在搞這個 然後再進去之後 他這五席 一點用都沒有了 因為其實國民黨不會理他 民進黨也不用理他 他這五席連造反的人力 除了蔡壁如 偶爾出點新聞之外 恐怕這五席也沒人記得 等到二零二二卸任之後 然後他要選總統 保證他的選票會更少 喔 義副兄 你看怎麼看柯文的 我覺得選應該是會選吧 蛤 他一定會選啊 因為有門票啊 這個門票嘛 對啊 或者到時候就拿出來 賣給國民黨 他主政黨去弄這張門票幹嘛 對啊 選會選 不過你到最後二零二四前 如果他氣勢真的是一敗獨地 他也未必敢選 從目前現在來推他當然會選 就是下個搜索 對啊 如果說你隔兩年以後 因為二零二四年選 中間不要忘記 還有一個市長 九合一選舉 對 他要不要推出人選出來 因為他要選的話 他必須推出人選 去打地方嘛 如果地方一打 又潰敗的話 我就會 我就認為他未必敢選 因為我中間還有一個 二零二二的一個 九合一選舉 是一個探視的階段 好 來我們看一下 那麼今天 中共中央台辦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 就台灣地區選舉結果發表談話 這個我們對台大政方針是明確的 一貫的 我們我們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基本方針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堅持維護國家主權跟領土完整 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 分裂圖謀跟行徑 堅決增進台灣同胞利益福祉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是促進兩岸共同發展 造福兩岸同胞的正確道路 當需要兩岸同胞共同努力推動 我們願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跟臺灣同胞一道一道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共同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其實我剛剛並沒有念 因為我按的是錄音機 都一樣 這應該是二零一六年 蔡英文當選的時候的同一篇 把同一篇摳避了一下 這樣子 過台辦真的太不用功了 他也沒辦法 他也沒辦法 因為他最近也蠻忙的 因為昨天中共中央的第一巡視組黃仙耀 昨天到國台辦去巡視 第一巡視組去的目的是幹嘛 第一個 裡面有貪腐的行為 開始要抓人了 哪裡有貪腐行為 國台辦 就跟上次那個張志祺兩個附屬人一樣 拱金蓋 拱金蓋 一天一個億 我們知道海溪區 中央巡視組去到了這個國台辦的時候 我必須要講有人在那邊可以抓 為什麼 有可能誰又被辦 但是這個還是有貪腐的情況 甚至就是你在這次的 對台的整個選舉問題上 完全誤判情勢 這最後事後要算賬了 所以我必須要講 剛才中國的態度如果還是這樣的話 我必須要講 那對蔡英文來講也無所謂 這跟對香港的態度完全一樣 完全是一樣的 我希望蔡英文 香港已經人民用選票告訴你 我在這個時候還在跟我講 一國兩制 你不是腦袋有問題嗎 你已經完全的誤判的情勢 在去年提出了這個台灣方案 台灣民眾是用這個選票告訴你 你還是明完不靈 你只能自己把頭往常撞 撞到頭破血流為止 所以我覺得共產黨這個體制 真的出了大問題 國大辦又沒有事業又沒有生意 為什麼他有辦法貪污 我必須要講 台商 他就跟台商要東西 你們遇到什麼問題 我幫你擺平 你們要給我多少錢 所以我覺得在這問題是 台商界慢慢回來了 他們能要到東西越來越有限 但是你看洪佩奧美國國務卿 他今天已經發了賀電 剛剛講過AIT燈出來了 他稱台灣總統 他是稱之為台灣總統 台灣總統 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總統 直接稱這個名字 緊密夥伴關係 所以我必須要講 台灣總統嗎 對 沒有錯 用這個名詞 所以我必須要講 這是美國國務院的官方的立場 已經非常明確地表達這個立場 所以我必須要講 對蔡英文來講 我現在怕你中共什麼